際 intervening 顧問中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這對七集 我們今天的總結是醫療新聞戰盡案 今天我們現場很多朋友是醫療專業相關 或者是公共愛成相關 在我們哲武的場次是比較特別的 我們今天這一場呢 是我們跟獨立媒體學院長期合作 定期舉辦的講座 這邊順便說明一下 我們大概每個月的最後一週的 星期五的場次都會跟 多立媒體學院進行合作 所以我們要探討跟媒體新聞相關的 我們今天探討的其實就是所謂醫療西英文 我們今天的講者呢 第一位是我們的羅伊軍醫師 我們羅伊軍呢 來 請坐一下 我們是在我們的衛生福利部的疾病管制署 擔任防疫醫師 除此之外呢 他平時還定期在台大醫院擔任 兼任主治醫師 那他其實在平常的生活裡面 他有在經營一個自己的部落格 我也有去拜託他的部落格的作品 他提供關於防疫的一些知識 尤其是HID 愛滋病的一些相關的知識 給相關的病友 那這個部落格呢 非常廣泛的被閱讀啦 我相信提供很多人很重要的資訊 那他之前呢 也曾經到馬拉威丹麟醫療團 他在地帶育的時候 也到馬拉威去醫療團 他是羅伊斯的整個背景 那我們另外一位講者呢 他等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疾病管制署 他有一個新的疫情要發佈 所以他目前還在開記者會當中 他等一下發完新聞 趕快就到現場來 那我們第一位講者叫陳清香 他是中央社一個非常資深的醫療新聞記者 我相信他一定能夠提供很多 在新聞實際上的一些建議 以及各種解決一些新聞 那我們先談一下我們今天的主題 醫療新聞呢 其實在整個新聞的概念裡面 叫廣泛阿正瑞所謂的PELSCOMMICATION 叫健康存活 就健康存活 這個比較大的一貌 之下有很多不同的部門 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當然就是醫療新聞 那醫療新聞其實都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都實習相關啊 都舉個個人的生命的經驗啊 很簡單 例如呢 因為我跟我們去住樓上樓下 那我每天回家的時候 看到餐桌上 在租館有一張簡報那邊 告訴我 這個不能熬夜啊 然後酒不能喝太多啊 OK 都會告訴我很多 一些關於平常的生活的養生的一些資訊 或者最近呢 又有 我剛才告訴我說 家裡的大同店都必須要淘汰 不要使用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是舊款的啦 它的內鍋是旅製的 我不知道各位家裡有沒有這樣的大同店鍋 要小心使用啊 因為 這個旅製的大同店鍋呢 它到時候會污染 反正總之呢 會被您到時候會產生老年失智的 很大的密切的關聯 所以我還要提個請到 放在網坡上 好 所以我本人呢 其實各位也是一樣 你們經常都是末端的 醫療新聞的一個使用者 你們其實都被醫療新聞包圍住 只是你們偏差沒有注意到 可是我們今天去談什麼呢 這些包圍在日常生活 你的飲食起居的這些醫療新聞裡面 它背後到底是怎樣的產製過程 其實我們任何有研究新聞都知道 新聞其實是一個很漫長的產製過程 一個醫療的線索 到底這個公共斷的使用者的過程 經過很多人的層層的加工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例如說 電鍋的內鍋是鋁製的 這個鋁製的電鍋的內鍋 會導致你老爺 是不是真的風險會增高 這樣的一個訊息 到你手上 我們經過很多層次 第一個 它可能是從最前端的科學研究的期刊 然後這個期刊的報導呢 可能會台灣的政府 或者相關的業者 擷取過來 它可能這個訊息 要傳播到你身上 其實可能有很多的目的 第一個可能是 關心國民健康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因為產業的關係 可能有一個業者 他要推出一些新的廚具 你只是就告訴他消費者說 你不要用一些傳統的廚具 它其實隱含了另外一種訊息 就是你應該選用一些 其他甚至是進口的廚具 所以它背後有一些 它的捐拿在那後面 那這個訊息呢 在發布給我們的媒體記者之後 可能會經過另一種方式 在frame出來 會框架出來 會變成傳遞到我們手上的醫療新聞 那這中間其實經過很多層次的加工 那我們其實要必須 就是要請我們的做這樣子 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背後的產生過程到底是什麼 而我們身為末端的月聽人 或者受眾 我們到底應該如何去看待這醫療新聞 那或者 其實在外面有很多媒體的逢業 那我們今天在做資訊的把關者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一些方法論 會幫助我們在傳遞新聞的過程 因為在媒體從事新聞傳播的工作 很多人不一定具備科學的專業 而且科學的領域很猛 一個人不可能什麼都懂 那他如何去判斷資訊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學問 所以我就請我們的朱江振 去談這些問題 那我們想先請羅醫師先談一下 就是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因為他是第一線在接觸 我們第一手的疫情的醫師 所以我們朱江振的重要的疫情產生 他其實都很清楚 他每個案例都非常清楚 而且他也透過他的研究 把這個訊息告訴媒體 然後告知所有的國人 所以他可以掌握很清楚 這個新聞傳遞的過程 那我想請他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通常一則醫療新聞 很廣例的醫療新聞 到底如何進入我們家庭的客廳 進入我們參數中 我們閱讀的一個對象 那中間請他描述一下 這個過程到底有什麼樣的環節 然後請羅醫姐 各位朋友各位夥伴大家好 那現在很高興來到這個地方 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醫療跟防疫這部分的 一些新聞的過程 那我想我跟青方的那個角色 會不太一樣 因為我是等於是 一方面是新聞的提供者 如果我代表的是疾病患治署的話 另外一部分我的角色是醫師 所以說我也可以主動的提供 媒體朋友一些 新的一些醫藥的知識 當然最後可能都有一些 我們本身的東西存在 會再跟各位討論 那青方他等於是當一個這個 幫民眾篩選這個新聞 不是每一則新聞 他都因為他是中央社 所以政府發的每一個新聞稿 他基本上他們中央社都要去看 但他可以根據他的了解 去把這個新聞做大或做小 然後很多的一些 那很多的一些大新聞小新聞 其實會有中央社會出來 說其他媒體可能會跟進 那當然也有像蘋果會自己去找新聞 那比如說以今天來說 我們今天在剛剛七點半的時候 開了一個記者會 就是要公佈 國內地勢力這個境外的 H7N9流感的病例 那這是一個台商 我想等下各位分手 就可以看到這個 我們發的新聞稿 那像這個新聞稿 是怎麼產生的 我們今天就是說 接到實驗室通知我們說 他這個檢驗是陽性 然後呢 我們就要趕快去把這個新聞稿給寫出來 那在那個單位裡頭去寫新聞稿 當然不會是我們的署長或副署長 一定是比較底下的這些 基層的這個公務同仁 所以我們那個負責流感的這個組的 承辦同仁跟科長 那我們就要把他們以前已經累積過的 這個專誘列區 H7N9的新聞稿 趕快拿出來 以頭呢 修一修 所以其實很快我們在這個 知道檢驗結果應該是6點鐘 然後我們6點半就開會 討論說這個新聞稿的內容 以及確定這個某一些細節的數字 比如說到底有多少一些處理 然後哪些人要投藥 然後這病人一些經過的事情 那這些當然是今天一整天過程中 從那個個案被通報到檢驗確定中間 我們的公務衛生同仁 已經去做了很多的一些調查 然後就剛剛在7點半的時候 開啟指會 然後就把這個新聞稿提供給 在場的這個新聞記者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 活生的一個狀況 不過新聞稿給了記者 不表示說記者就會全部照抄 或者是他就會看得懂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人坐在台上 就是把重點講給他聽 然後呢回答他的問題 有的時候這個問題不見得是醫療本身的 他可能會從這個兩岸關係去 開始問一些問題說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禁止陸客 這一個是一個台商 所以他大概不會說 他禁止台商回台灣 但是像上一例是陸客 他可能就會問說 陸客是不是要做一些篩選的措施 就是他有生病 就不准他來台灣 可是問題是我們怎麼管得了 他有沒有生病 另外是有一些法規的部分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 雖然說想要專業的去談醫療 是不能不觸及了一些 圍繞了醫療的一些事情 所以這是我取今天一個例子來開場 那我們本身在疾管署處理的都是傳染病 傳染病它一個特點 跟精神病很類似的地方 是說 它在社會上存有一些汙密 特別像艾滋 像結核 因為它會傳染給別人 所以在古早的時代 或者在它剛發現的時候 民眾會恐慌 它是跟一個有艾滋或結核的人 坐在旁邊 它就會害怕會不會被傳染 所以裡面其實很多都是沒有死亡 所以政府會用一些法規去限制 他們的一些人生自由 或者是他們用一些列管 或者是通暴的手段 讓他們可以被我們公家父母所掌握 然後去做一些干預跟治療 跟一些預防措施 那可是這就牽涉到 好像為了保障別人的自由權 然後犧牲了他們的隱私權 所以法規不斷還要再有一些規範 就是說 媒體不可以隨便去報答這個 艾滋跟安德的姓名 這是我們的法規有規定 我舉個例子 像前年 香港有一個外科醫生 他得了艾滋之後 就從樓上跳樓自殺 就這樣引起當地很大的新聞 然後那天的那個文匯報 就在頭版 把這個醫生的照片 跟他的姓名 全部都透出來 哪一個醫院的哪一個醫生 叫黃石的事 然後呢 當然所有被他開過道的病人 就開始進入恐慌 然後民間的這個 醫療的這些 好像有點像我們這邊的督寶 或者是幫忙病人 維護他們權益的 你就跳出來說 怎麼可以讓這樣的醫生 繼續工作呢 算他醫治的 就是他之前怎麼可以 知道有艾滋 然後繼續工作呢 那應該香港要清查 我們香港的醫生 有多少人有艾滋 等等 各位這樣你們現在 可能比較懂醫療背景 或懂媒體背景 你們就會開始皺眉頭 說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這就是民眾跟你們之間 還有你們跟政府之間 會有一些不同的這些 立場 跟一些了解的落差 我只是舉這個例子說明說 傳染病有它很特別的一點 就是說 我們政府怎麼去治理這個傳染病 它會影響到很多人的人生的這些權利 所以我們在做這些新聞的時候 都要非常的小心 那我們回頭來講 這個醫療新聞的產生 你要先想想看這個醫療新聞 是怎麼提供出來的 如果以政府來說的話呢 我們疾管署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都會固定去 這個更新疫情 所以過去古早的時代 我們也沒有特別喜歡跟記者長交道 我們就是有發生自己在跟記者講 我們發現就是說呢 記者們他們對於我們這些 特別的傳染病 他們的那個概念就不會太夠 我們一旦發生一個很新的病 或者很麻煩的病 要是不去說明疫情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把它的病毒的結構啊 然後這些傳染途徑啊 其實我們一個一個這樣子 重新再教一遍 但是那個時候呢 其實大家都忙著 要趕快把新聞發出去 沒有人有空聽你講這些基本常識 所以我們要用一些平常的這個 開例行記者會的機會 就讓我們這些比較在跑醫藥的記者 可以多跟我們有共同的語言 然後我們也可以練習 所以疾觀書其實是從幾年前 大概三、四年前開始就已經規定 就是說我們每個禮拜二的下午 兩點鐘就會在 不管是衛福部的記者 記者師 或是在我們自己的地下一週 開一個疫情的記者會 然後來公佈這些疫情 可能順便說明一些 可能最近比較特殊的案例 那大家記得食藥署 就是FDA 他們去年出了很多食品安全的事情 他們今年也跟進了 因為他們之前在食品安全的部分 就是每次都是等到發生事情 然後記者看到周刊寫了什麼東西 然後去追著他們的檔 然後他們才會趕快開個記者會 可是記者會可能又沒有辦法 很快的把公佈所有的東西都講得很清楚 所以當然這些記者就再去 訪問林杰良醫師 或是其他這些視頻的專家 然後就覺得政府都 好像農夫資訊都不夠透明 然後反應也不夠快 所以他們現在也是覺得我們很一樣 就是每個禮拜四的下午 會在他們食藥署 定期招待一個疫情記者會 那各位要想說 疫情記者會 你就一定要製造一些新聞出來 不然這個記者會要講什麼 所以我們其實就是每個禮拜 都要在禮拜一的時候先開會 所以討論說隔天記者會 我們要發生新聞 因為例行的一些新聞 比如說南谷友的個人 或者是小朋友的腸病毒又開始流行 那一個禮拜一個禮拜講集 記者也都會聽反聽力 耳朵會長出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必須要想出一些花招 像就是讓這個記者會覺得 這個題材有一些東西可以值得帶報 所以像是這個禮拜二的疫情記者會 我們為了要宣傳一個疫苗 可能都被一片秋菌的疫苗 是今年開放給一歲到兩歲的小孩 也可以帶 那目前其實本來就開放兩歲到五歲 都可以免被帶 那今年多了一個一歲到兩歲 那為了要知道這樣一個新聞 我們就去邀請了那個 網路上紅的那個 一對雙胞胎姐妹 叫做蘋果跟西大 其實我不認識他們兩個 我是那次記者會 才認識他們兩個 那大家有聽過蘋果跟西大 金巨獸 還不錯嘛 還有大概三分之一 也許在媽媽 就是有小朋友的媽媽這一群人 他們會比較聽過這樣的小朋友 然後我們也找了那個 媽媽他們很喜歡的一個小兒科醫生 在網路上有附羅格 以前也主持過健康難典 所以他可以製造一些新聞性 那如果我們只是正經八百的 坐在那邊發新聞稿 然後講這個疫苗 大概不會有什麼擁抱 然後每次每年遇到一些節日 什麼世界愛滋日 或世界結合日 我們也要辦一些活動 像今年的世界結合日 就是找這個 一些臨時演員 演這個 演這個 林黛玉 跟那個 莫扎特 就是找一些古時候 我們認為可能得了 被結合的名人來辦妝 然後 這一招也不是只有我們用 其實 有一些藥廠 他們如果要推他們的一些 藥品 或者是一些東西的時候 也會 也會去租那個很漂亮的飯店 然後 膠帶很好吃的東西 然後請一些人來做 我去年有看過 就是世界愛滋日的一個藥廠的活動 就是找 仁黛玉的那個 那個少年拍的習慣 就是 在那個舞台上 家裡一艘船 然後有一個水手 就從中間這樣站起來 等等 所以這一些是吸引媒體 霧光的方法 那 他為了要就是製造新聞 我們政府至少不會說沒有新聞 不必去做一個新聞出來 我們一定是有事情發生 才會去寫 那 可是醫院呢 醫院的話 各位想想看 你們在這個 媒體上看到的新聞 是正在發生的新聞 還是說是被製造出來的新聞 不見得是正在發生 所以其實已經三四個月了 有時候就是這個醫院 他其實要打他的知名度 他會輪流跟他的這幾個科別 比如說 小兒科 內科 泌尿科等等 你們就每個月輪流 十二個月你們每個科輪流 去幫我們想一個題目 你們可能最近看到比較特別的案例片 出來講一講 然後看有沒有記者願意來採訪 那我們醫院就會被寫在那個報紙上 然後呢 那公關室會把那個報紙剪下來 然後寄給那個科 然後你可以算成績 說你這個科 在公共關係這部分 可以提升多少知名度 那 因為我有在台大接任嘛 所以我每次禮拜六回去看門診 我就會收到一堆簡報 就是我們公關室檢科 就是如果我有把台大這兩字 掛在我的名字後面 可是我其實是在幫企管局發言 那他們如果說 同時寫我是台大 就覺得他也賺到一堆爭取這樣 那我的一些同事或學弟妹 他們在比較中南部院工作 他們常常就是會被要求說 要生一些新聞出來 引誘媒體來採訪 那感染科 因為我是感染科醫生 感染科最容易可以登場媒體的是什麼 性病 性病 我前一天被採訪 就是說那個 某一個報紙的記者 他說他們要做一個專題 然後那專題是關於新高潮 可是因為他們要平衡一下那個感覺 他就跟我說 我一直可以跟我講一下 性病的一些基本常識 我們就是平衡一下 只要幾句話就好 甚至就是說 要記得戴保險套啊 然後要記得做篩檢等等 這樣就夠了 那性這個東西 在媒體版面是很容易搶到的 那艾滋也是 這些都是 所以我會自己弄一個部落格 因為我覺得這個媒體真的是 有關於新高潮 有很多錯誤的一些嘗試 那除了說政府跟民間 像藥廠 或者是這個 醫院會製造一些新聞之外 其他大概通常就是真的 發生了一些糾紛 或者是案件 比如說像剛剛講一個 女帶去打故事 或者是人家 有隊跑到急診室去鬧事 或者是一個判決出來 法院判醫生敗訴等等這些 那這些當然已經發生了 所以有記者會去報導 那會不會像剛剛主承講說 有記者很認真的去看 這個國際情刊的論文 然後把它給引用節目 然後說給大家聽 有 其實我們本來今天好像主承 想要邀請了一個 很資深的醫藥記者 王常明 他就是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他這次會很有那個 想法 因為他一直在那個 裡面工作的事情 他之前是自由時報的記者 他對於一個吸煙 這件事情 非常的 他跟董事基金會 應該是很麻糬的 所以他覺得說 他一定要讓這個吸煙 這件事情 可以呢 獲得一個很好的解決 所以他會主動的去找 跟吸煙有關的 這個 國際的一些期刊報導 然後比如說像吸煙 如果有人研究發現說 吸煙可能導致 吳韻啊 或導致不曲啊 或者是什麼 一些可能跟一般我們認為說 吸煙導致心血管 感應最嚴重空間 電動有點很煩的東西之外 有一些新的東西的話 他會主動的去洗 然後他主動去跟他的編輯講說 我想要做這個題目 然後他編輯也知道 又是仇煙 對 就好像也有一個特別的 就是什麼 那個 所以他們自由會特別做那個 那他現在已經 一開始有跑到那個藥廠去了 不過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等一下可以問清房 因為清房也是在這個領域工作很久的人 記者 那我本身 就是覺得 參加那個疾管局 開始幫忙發言的工作 大概是 兩年前 因為一個很大的流感疫情 然後那時候我們 清房的交投爛 我覺得說 需要多一些時間可以去跟 記者有一些專業的共同 所以我就加入這個行李 在這之前我其實在美國 已經有接受過兩年的一個 柳子病學專門的訓練 那時候美國的疾病管制局 CEC 他也是有跟我提供一些 這個媒體訓練 因為 一般各位如果 在做一些 學醫療背景的人 你在醫學裡面 大概不會有老師跟你去教 你怎麼跟你溝通 沒有 大概教你怎麼跟病人溝通 然後你看到這個 師傅智這樣的 前輩怎麼跟病人溝通 怎麼辦就是 我講你聽 沒有真的溝通 因為講了很多專業的處理 然後病人跟家裡就亂在那邊 然後 然後出門的時候 才去跟別人說 你家裡行到D&D公司 那所以這個溝通 並不是非常非常有效 可是我們到了政府之後 就發現說 你真的要用很淺血的跨語 去跟媒體跟民眾溝通 你才能夠把你的訊息傳達出 所以 在CEC的時候 他們 美國跟我們 訓練了幾個主要的工作 第一個 他叫我們先去看 每一天的這一個 晚間新聞 看三個小時 看看說 這當中到底有多少新聞加廣告 是跟醫療健康有關的 那在美國 因為他們要賣藥 是可以登在電視上來賣的 各式各樣的 不管狀陽藥或什麼 心情緊張病藥 通通可以在電視上賣 他只是想說 這個藥聽說很好 然後請你去詢問你的家庭醫生 這樣也可以拍一段 我們那時候統計 就是大概三分之二的新聞加廣告 都是跟醫療健康有關的 那台灣也許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 大家有機會可以回去看 其實醫療新聞跟廣告 在電視台是佔很多的時間 然後第二個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要角色扮演 我們要扮演說 今天發生了什麼樣的疫情 我們要去跟媒體走動 然後他們有真的找 那個很資深的媒體記者 電視等 來跟我們上課 然後他拍了很多那個畫面給我們看 就是說 呃 除了你的內容之外 很多很多會干擾你的媒體形象 跟你傳達訊息的方式 比如說如果今天空頭共面 或者是我戴一個很特別的眼鏡 那這樣拍攝出來的畫面 雖然我已經努力傳達我的訊息 可是 大家都注意的是我的頭髮 我的眼睛 那我就沒有真的把我的訊息傳達出去 那另外他會用一些方式 就是試圖 呃 要來 干擾你的訪談 比如說 我今天想要來講的是愛滋 那就是問我說 聽說最近 那個某某餐廳都爆出食安問題 你有什麼辦法 你是衛生訊 這樣子 那我們要怎麼 把這個話題給他轉回來 就是 要用一些手段 然後這個餐廳其實 實際上覺得很大的問題 可是我們這個疫苗還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我們今天想要來傳達的是什麼 然後他會用一些方式 讓我們這些 呃 代表官方的人知道說 你沒有講的話 媒體沒辦法去剪接 可是如果你 因為被他套一圈套 去講一些別的事情 或者是你順著他的話 去講某些東西 他最後其實是截入那段話 那放在媒體上 就會看起來好像是 就是儘管數據批評 是要做一些什麼不好的事 對不對 所以這些是一些 當時的一些練習 然後我們也會實際在台上 做一些表演 所以我回來之後 還比較敢來接這樣一個工作 來幫忙發言 否則我們大概多半的醫師 都會覺得 跟媒體達到是 很討厭的事情 不想跟媒體達到 因為常常會覺得 被頓章取疑 或者是說 被媒體 結入的 不是我想要講的那句話 然後很多醫生 就常常會因為 被解錄之後就會說 沒有 我沒有跟媒體講過這樣的話 他誤解我的意思 可是記者會拿 那個錄音帶回來 說有啊 你有講過那句話 你不是沒有講 可是他說 這是我講的一百句話 有的一句話 可是媒體只聽懂這一句話 所以我們 就是要跟媒體的朋友 多溝通 我覺得就是說 很多專業的東西 不是這樣三言兩名 用聲音的文字 就可以讓媒體了解 所以我們要多一些 私下溝通 甚至就是 彼此畫畫圖啊 然後解釋一下這個流程 等等 這樣他們就會聽得懂 我先簡單的說明一下 好 謝謝羅醫師 羅醫師剛才講了很多 很有趣的內幕 包含也談 他自己當 在美國修訓 那個修訓 那個過程 那是蠻有趣的一個經驗 那如果你各位 一常看美國的新聞 其實現在 因為有Podcast 這種東西 今天其實是可以看美國 每天的夜深新聞 美國的全多新聞網 大概每天晚上大概 會是幾分鐘的新聞時間 那一定都會有很大篇幅的 意料新聞 其實美國人非常 所以大概有一半的廣告 其實是重量的廣告 然後每個人都會保證 全部都是這樣 然後呢 這是在美國的狀態 那可是在美國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藥廠 在整個健康資訊 醫療訊息的傳播過程 其實扮演非常重要的強生 他可能會決定 他可以 他跟醫生 跟醫院體系 保持非常好的關係 跟科媒體保持非常好的關係 所以你可能在家裡 看到的新聞 其實都是經過 藥廠 或是企業 精心設計之後的一個結果 那其實 剛剛羅醫師也講到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新聞產自的過程 你可以看到 一個生態系統 一個ecosystem 這個生態系統 不只有藥廠 醫院 媒體 還有政府機構 其實彼此是一個合作的關係 其實這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如果你要把一個訊息很精確的 傳達給我們一般的樂團員的話 這個環節中 每一個 每一個角色的發言人 都必須要做好這些角色 他必須要很好的互動 所以以前我們 雖然我是教哲學人 不過前面新聞 我們今天學新聞都會常說 這個 我們的 記者跟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 好像在跳坦克一樣 跳坦克 你來我往後 我進一步 你就退一步 但是 你看起來好像是 彼此在 但是彼此是和諧的關係 那 剛剛我一直有談到 媒體 他為了服務 約定大眾有時候 他會主張一種權力 一種right 叫知的權力 可是有時候 這個知的權力 施展過度的時候 會變成一種 很值得power 所以權力在這裡 不同一環 right 就是我應該就是 我的權限範圍 在那邊應該尊重 但power 好像是一個擴張性 我要去影響別人 那我相信 郭醫師在這個崗位 他有一半的身份 在官方的身份 跟媒體記者打交道 那他就遇到 然後很多 我們的大眾媒體 他的需求是一種 那個 一種知的power 他想要知道更多 那所以說 會採用很多紅線 例如說隱私權 我像 我一直開始講到 一個香港醫師 他在HRMD病毒之後 他跳過之下 那 媒體他想要知道更多 跟三色心的內容 因為他可以賣更好的行為 越多人想講 但是 值得把他們的power 來看待 他可能侵犯了你的女士權 可是呢 所以我們也是要保護一些訊息 可是有時候 政府在保護某些訊息 不只是為了保護女士權 很大部分是為他的管理的方便 舉例來講 像 大家在做一段很熟悉 我們的 獨立記者 李慧仁導演 他在 追查 我的情流感的疫情的過程當中 一直招運到 我們官方的阻撓 這時候政府在控制資訊的時候 不只是有時候 保護女士權 就是正確的方向 但有時候 其實是為了自己 管理的方便 或者有時候 比較好的理由就是 為了避免造成大眾的恐慌 那我想請劉威師談一下 就發到 他剛剛也談了這些東西 當你在這個現場的時候 你就去看看你跟記者間的關係 那個線 我能講多少 或者不應該講什麼 不好意思 然後我們歡迎陳靖靖 我們歡迎陳靖靖 他說可能 剛剛是有非常資深的醫療記者 剛剛才跑完記者會回來 發布了非常重要的醫療新聞 我們先請教一下劉威師 我們剛才講到 就是 這個我們的官員 跟我們的記者之間 其實是一個跳彈歌的關係 有一個線 大家看不見的線 到底是可以講的 或是不可以講的 或是可以揭露 或是不能揭露 這個線 是只有雙方 在跳舞的過程 在移動的 可是又不能很清楚的畫出來 那我想 先請劉威師看一下 那你如果去界定這個界線 好啦 今天我們請 我們陳靖靖靖靖靖靖 我想主持人的各個觀察 其實也是我的同感 我在政府工作 五年多快要六年 其實有時候 常常看到外面一直在罵公務員 就是會覺得 自己幹嘛跳起來當公務員 因為我在醫院當醫生 也是非常好好的 不過政府其實 還是一個很有權利跟資源的地方 如果我們能夠把這些資源跟權利好來應用的話 總比大家每天一直上街頭的就好 就可以少掉很多一些不必要的紛爭 但是這個政府與同意 其實就是分工越分越細 我想提示大家可能在學習過程中會了解 其實一個科目越分越細 紛紛的分下去之後 你用專業來指導政府的政策 同時就會發現說很多的專業彼此互相不認識 比如說在沒有這個情流感 真的開始這個疫情很擴大之前 我們也不是那麼清楚 我們做人的醫學這方面 也不是那麼清楚動物的醫學跟動物的防疫 然後突然發生情流感 我們就必須要這雙方鬥在一起 然後這個好像是情投意合 然後這個兩個人就是水乳交流 可是有時候我們其實是同創意 我們在想說 你做的事情會不會踩到我的紅線 我做的事情會不會踩到你的紅線 像那個發生情流感去年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很想知道說 農委會他們願不願意 去讓這個菜市場這些活情可以不要在那邊擺盛 那當然農委會他代表的 除了就是大家這些廣大的小市民之外 也代表一些產業的人 所以這些賣機的人 他們就會覺得說 如果你這樣做 我們的這個生計會受到影響 那最後這個政策還是實行 就是在去年的五月十幾號市場 然後就真的就把這個市場的活情禁掉 然後也遇到一些阻礙 不過那時候是在民氣可用的情形之下 因為大部分的民眾都同意說 我們不需要突入在這樣的風險裡 那一些資訊 那個部會跟我們這個部會 會被彼此非常非常透明的去分享 這也是要看主事者跟那個資訊本身是不是夠完整 因為有時候這個資訊是片段 然後一旦分享出去 有時候怕對方的顧及 或對方提前發揮 所以像農委會跟我們這個貪狗 已經跳了一年之後 我們其實就從法規面做一些修改 就是當他偵測到一些疾病 會可能影響到人的時候 我們的法條已經請他們修改 必須要通知我們 那我們也會通知他們 然後呢 如果說他們偵測到一些特別的東西的時候 你要立刻告訴我們 我們會跟他講 就是盡量做好朋友 那不過就是說 剛剛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說 現在這個資訊的公開 事實上也受到很多一些 非政策面的一些因素的一些干擾 比如說 如果說今天這個疫情 大陸 然後我們要講到波西 那這時候 講到波西 譬如說 這樣今天是一個台商 那今天被朋友就開始想要知道 台商是從哪裡來的 他在哪裡來公司工作 他住在哪裡 然後就可以去採訪那一個家屬等等 可是我們不能講那麼細 因為講那麼細 可能就會感染到家屬 我舉去年的那個案例來說 第一個 台商進來的案例的時候 那時候 幾天幾乎都是頭條 然後 我有機會去跟那個家屬 面對面去討論 所以 他的 先生那時候已經 已經是非常危急 宣告病為 用伊克摩呆在家戶房裡頭 然後外面一直 記者在從這邊 我們打說 這個人姓什麼 那時候已經都 某個報紙都已經寫出他姓李 然後呢 他其實周圍的朋友都知道這個人是誰 然後還很想採訪那個家屬 那家屬其實對我們 政府去公布這樣的一個訊息 就非常生氣 雖然說我們並沒有公布他姓什麼 我們只是公布他是四十 四十六歲的台商 他們從蘇州回來 可是 蘇州的台商也沒有很多啊 所以他們自己會知道說 誰誰誰 最近從哪裡回來 然後還生病等等 然後 又講說姓李之後 那就真的呼之欲出誰都知道 所以這個對於家屬來說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難以承受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們的傳染病防治法 也都有規定 就是說那些 法定傳染病的個案 那個媒體不可以去揭露他的一些隱私 不過那個隱私的定義 其實還是有一些 他沒有把全名寫出來 但是其實姓什麼出來之後 衛生局其實就可以去罰他 那後來應該是有去罰 或罰也是罰前人 不是說讓那個記得去做老人 另外就是說 有一些牽涉到新聞自由的東西 有時候也是那麼容易說 一位由官方來界定這樣子 所以 剛剛提到說 除了隱私權之外 我們還其實很擔心的是說 一些 過度的暴談 會導致我們 很多的謠言會傳播 去年其實在那一個HCN9情流感 要發佈的中午 PED就已經寫出來 所以他們有人碰到說 其實他PO出來的時候 我們也已經知道說 這個應該就是一個確定定例 因為在那個 醫院的實驗室提供出來 可是因為他需要經過我們的重重確認 才能夠對外發佈 所以我們又花了一點時間去重重確認 然後後來就被講成說 我們不一定迷疫情 是因為PED爆料 我們不能夠在止暴祝福 所以就只好辦法公佈 那也沒關係 可是像過去有幾個疫情的時候 其實出現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就是說 有人會散布謠言 比如說 某某明星也得了HCN9 這在韓國有發生 他們說某某明星從大陸回來 然後得了HCN9 現在關在哪一個醫院治療 然後或者是說 現在那個 聽說呢 某某大陸的某某的河川裡 我們又漂了很多史書 也是驗出已經有 可是官方越要引力已經 然後一旦牽涉到對岸 其實整個神經都會繃緊 因為就是我們很懷疑對岸的那個新聞 是不是封鎖得很厲害 都不會把一些資訊願意透露出去 所以我們其實去年在那個疫情開始的時候 都一直很密切注意的 不是對岸的官方網站 而是一些什麼微博啊 或者是一些小道消息啊 有時候香港人他們官方 都不會太快了 所以這些東西現在已經從來 我們要去做疫情監測的來源 包括一些臉書啊 或什麼都有 我們有一些關鍵字 可以去搜尋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媒體跟我們就是 相互共生 但是有的時候也是 有的時候是會有點像仇人一樣 因為我們很怕他會到處接 我們不想給外面知道 那不想給外面知道並不是說 大部分都不是為了說管理不好 而是說因為我們覺得這個資訊還不夠成熟 就像我們在那個時候在 確認醫院的 H7N9的那個病毒的時候 其實我們 我們如果就那時候就講不去 大部分情形應該都是對的 可是我們也有遇過說 醫院驗錯 然後我們後來確認真的沒有 這是醫院裡頭顯示不難 那我們萬一講出來 所以後來又 兩個小時之後又說 對不起我們驗錯了 這其實官方的那個威信就緊實 而且也是會導致民眾無謂的恐慌 所以這個是兩面用 我們就是盡量做到透明 但是有一些立場還是要守不住 好 謝謝羅醫師 那我們剛才已經談到了 我們就談到這個 我們的官方跟消息來了 跟記者之間其實不交時期 有時候又同床一共 那中間彼此其實有一個紅線存在 那可是身為歷史權的代表 你的職責就是要不斷的追問下去 你信任紅線很肯定 覺得不會像官員所畫的那麽的外面 你會盡量的要往內盒推進 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訊息 那因為我們的媒體跟政府 是一種監督的關係 那我其實想請教我們 中央社的資深的記者 我們曾經跟我們一起就是 那您在這個路線上 這麼久 那醫療系統很多人都是很敏感 那您作為歷史權的代表 那您怎麼跟政府互動 或者是你想要push多一點 我想多知道一點點 那您是怎麼樣的在經營你的行為 然後維持我們的樂團給我們值得群力 謝謝 剛剛說到那個疫情新聞 我今天先分享一個小經驗好了 大概在2009年 這個機關署也開了中華民國官方最穩的記者會 一快夜兩點鐘 所有的記者也就兩點鐘去了 然後去了之後 想說不得了 台灣出現了第一個 H1更外心靈感 趕快寫吧 然後可能記者就是 天生腎上腺素 是不是一塊料 那個時候就會知道 有沒有人喊淚 雖然喊了一個精神很正貴的一些 想不到才剛剛寫完喔 然後沒有半小時 有一個人就會偷偷臉進來了 然後結果有一個記者說 不會吧 不會是呼我吧 不信嚴重 結果那一場記者會的 也大概就是 兩點鐘的暴擊符號 然後呢 有一些就說首例 那台白日記桿呢 就是呼籠首例 那我就想說 為什麼會有這種喔 藉由一起來說 剛剛我一直說喔 我們好像這個主持人說 我們跟那個政府啊 好像是跳Tango喔 我覺得不竟然如此喔 現在到成平時期喔 是跳Tango 就是我們偶爾打聽一下 這個台商信什麼啊 打聽不到也就算了 對不對 我試看一下嘛 也許你不小心講了 那我就知道我賺到 那你沒有告訴我 你進公務員本分 我也沒有什麼損失 可是如果是像H1更外 或者是像11年前的這個SARS 那我們就是應該是仇人吧 或者是拔河 因為我覺得就是說 醫療防疫人員看事情的角度喔 看這個記者看事情的角度 是不一樣的 而且記者呢 他還不一樣貌 就是你今天叫我來說 我是醫藥性記者 那我說大小 你可以這樣做 因為我這條線大概跑了十多年 可是大陸有重大的新聞發生的時候 記者什麼新聞都能跑 我相信官員在做媒體試圖 或者是做危機公共的時候 他必須要知道 在眼前的記者 可能上個月才能學校畢業 那醫藥性就死不了 你漏著起床 叫他來歷練一下 那也有可能就是說 他上午才跑車禍 或者是跑了空難 那下午呢 自己來看 只有他有空 他就去理機關署 或者跑了去醫院去觀點 所以一個記者 他先是一個記者 才會決定他 接下來他是跑什麼記者 然後他寫出來的東西 也並不表示 他就是醫藥新聞的觀點 所以有時候就會覺得就是說 官員覺得我們是在垃圾啊 很無情啊 很那個八卦啊 但你要想想看就是說 我會講不來看 醫藥新聞的本質是什麼 它不進來是科學新聞 對不對 我們每次這麼愛在那個 那種女明星懷胎的時候呢 就會去配合寫一些這種 口腹生產啊 或者是這個生產生理的迷思 或者是這個高臉同育 這個一些的議題 那個是不是有點娛樂性質 對不對 那某一些方面說 就是說 要有些是有教育的功能 那某一些方面呢 它就是一個純粹的社會性 要有故事性 譬如說有可憐的罕見疾病的病例 那是故事性的 社會自己也可以寫得很好 搞不好比醫藥劑寫得還要好 所以在疫情新聞的時候 它有一個盲點 就是大部分的時候呢 它在宣導防疫 防疫就是疫情才沒有發生 大家都沒有事 那如果防疫做得很好 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意思就是說 像我們疫情會有一個大流行 所以花了好大的力氣 叫大家去打預防針 打了之後呢 疫情沒有發生 那就有人問我說 幹嘛這虛妄糟 疫情不如想像就嚴重 那公衛的人都會說 就是因為防疫成功 所以疫情沒有發生 這是看事情的一個觀點的差異 就會造成中間會有一些衝突摩擦 所以如果在成平時期說 或者是在疫情發生時期 如果有人因為他沒事去打了預防針 預防針出現了一些副作用 譬如說還蠻有名的叫GS 就是一個神經的傳導症狀 好像打完後就會手抖 就會打了就會怪到這個疫苗身上 那或者是說他打完後就 那中風了 也怪到疫苗身上 雖然我跑路的時候 我知道說這叫做偶發巧合 就好像你喝水啊 只要人觀點水嗎 你吃飯椰子的觀念你飯嗎 這個道理我明白 可是在一種怎麼講 在情形激奮之下 這種很容易被小提大做 這時候我承認是沒意思很罪惡 那是不是也沒變成就是說 在做一些的衛教宣討 其實應該要把一些的風險說清楚 風險溝通是一門學問 記者是其中的英文 曾經有人問我說 風險溝通要怎麼講 你怎麼能說打疫打預防針 就像被雷打到的機率還要低 那我們一輩子也不會碰到打雷啊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沒有辦法貼近 那後來我看一些文獻說 這個就很像開車要吸安全帶 你不吸的話就會出狀況 就像今天有一個新聞 就出狀況啊 這個乘客和乘客的小孩都在出狀況啊 那是不是說在防疫的公務上 我覺得是說他沒有用民眾 非專業人員的語言去做一個公共了解 當然疫情只是一個新聞的一部分 因為我們還碰到更多的情況下就是 有一種被和諧或強奸的情況啊 身為一個記者最不喜歡的就是廣告嘛 廣告支撥啊 當然但集管署在這方面 花了滿多錢在支付性行銷啊 或者是我也有一年很不聊 做了一個就是調查 就發現一大包三千萬 一大包八百萬 還有另外一大包我通常兩千七百萬 然後呢想說 哇 防疫要共援這麼多 然後他那個八百萬是什麼呢 就是專題新聞同胞 然後呢就有猛大媒體他包下來 所以他寫正面報索 防疫做得好的時候 我這邊有點是 有聲音光看 這是八百萬買的地方 這個是我的一些小小禮貨 他會被深自白醒就說 歡迎光臨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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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陳青芳 也是他非常 從第一線的角度可以看說 記者在剛才報導的過程當中 其實跟官方啊 不只是說出交時期 其實大部分的時候 甚至醜認的情況是 有講到自己的很多的 在第一線 這是好新聞記者才知道的難為之處 剛才他也提到了 把貪圖貪圖自入行銷的問題 其實我們的官方 像是三令五三、麻松同年公開說 我們絕對不搞自入行銷 但是所有業界的人都知道 當然還是有 當然全部都有 而這個自入行銷不只是官方 官方當然是很大批 其實我們都知道 政府機構裡面 資入行銷經費最多的就是貪圖貪圖 好 其他貪圖當然也好多 那更不要說其他的產業界 當然也有這種跟媒體的合作 好 那我們就回到我們的現狀 那我想要 這是我們 剛剛博醫師跟我們的資金方 女士都已經講了 通過我們目前的第一線的造業的狀況 然後想請他們直接談一下 我們來評價 我覺得我們目前這種健康傳播 我們的醫療新聞 醫療新聞 在提供給我們 或這些閱聽人 正確的資訊 以及大家應該知道的資訊上面 是不是做得夠好 如果做得不夠好的話 他們所觀察到的問題有哪些 你請問分別分享 先請多一些 這個問題很大 而且我覺得我可能也沒辦法一直講一下 我想就針對比較是傳染病的方面來分享 就是 我覺得要觀察到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 所謂的傳統媒體跟社會媒體的力量 慢慢在消長當中 而且它有一個類似像代購這樣的一個情形 如果各位可以去問你爸爸媽媽 他們大概都還是以新聞 以這個電視報紙為主 在收集這個 在吸取這個新聞的資訊 可是各位大概都可能 每天是看Facebook 或是看PDT 或看這些手機上可以看到的東西 在知道消息 然後你如果知道報紙還報什麼 你也是透過這些 連輸人家的分享跟PDT 所以在太陽花那個時候 我覺得很明顯就是可以感受到 我們好像活在一個平行世界 因為你所交的朋友會決定 你看到這新聞 然後呢 你看到的新聞 不代表全世界人看到的新聞 然後大家也會看到就是說 在現場直播的東西 跟媒體到出來的東西 其實還是有那個落差的存在 所以大家應該現在會用比較就是 就是 open mind 這種方式去看待這個新聞的來源 可是呢 你可能用因為自己一級的喜好 你會選擇性的去看某些東西 然後 其實透過你這些社群網路的設定 你根本就不會看到了 因為 你如果去早餐店翻報紙 你也可以看得到一些正面負面 你想看不想看的東西 可是如果透過這些社群媒體的設定 你就會看到你想看的新聞 然後你還是有跟你朋友聊天的話題 可是你們可能就 活在那個平常世界沒有跟另外一個平常世界有交接 那醫藥新聞因為多半是健康資訊 大家都還是會去分享 所以還沒有牽涉到 比如說 太過於立場分明的這樣一個情形 不過我們有 我們要繼續觀察下去 就是 可能會不會說 一些比較廣告性的東西 會很 接下來會從社群媒體這部分來進群 就是 你可能看到很多就是 促銷一些東西的新聞 然後你也忘記說 這原來是在非知入性的一些行為 那我要再回應新方長 其實 我們之前真的比較有錢 我們可以做這些知入行銷 去報媒體什麼 可是現在是真的已經沒有錢 沒有錢到說 我們那個 等到去撿一些電話廳 投個鈴錢來 養活自己 所以 這樣才真的是困難 費到非常多 那我們現在能夠做的進入性 是在 我記得兩個禮拜前 我有跟一群編劇還有導演一起上課 就是 我們弄了一個研究計畫 讓私心的一個老師去報 然後他就會開課 然後我們就派我們的醫師去跟他們講一些傳染病 一些相關的電視劇或劇情什麼的 然後希望透過那樣的溝通 可以讓你們知道一些正確的知識 比如說他如果要演那個本土劇要拍艾滋的時候 不要又是說 昨天發生性行為 今天又得了艾滋 然後今天就死掉 這樣 就是很奇怪的一個劇情 然後他有那麼多的婆娃娃在看 他這樣演出來 我們其實 再怎麼樣去做衛教宣教都受用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 然後跟他講 欸 婆娃是怎麼拍艾滋 像我們就秀了一個很感人的韓劇 然後他們就說 原來艾滋是可以這樣拍 我們是不是都要拍人家就是 哭哭啼啼 然後最後人都一定要死在那裡 所以就是 有很多這些題材 我們會跟他們討論 那這個也只是一個研究計畫 然後沒有什麼錢 我在那邊上課也拿不到錢 我們已經都是在做異工 這樣子 那針對這個醫療新聞的評價 除了剛剛提到 我覺得有一個 世代之間的一個差異存在之外 另外就是說 我覺得 隨著這個 新世代的覺醒 大家用網路越來越熟之後 其實醫療資訊的提供者 也慢慢在主客意味 以往主要都是政府跟藥廠 或者是醫院的醫師在提供 然後偶爾有一些 國外的一些消息 有這邊台灣的便衣會把它翻過來 可是現在慢慢越來越多 我覺得是各位 你們有醫療背景的 你們有新聞背景的 你們可能會主動發掘到一些題材 然後把它寫在你的部落格 寫在哪裡 然後反而有可能會被媒體拿來取材 像我自從五年前開始寫我的部落格 新知古裡頭 基本上都是在看 愛滋跟新編的一些故事啊 還有資訊啊等等 然後慢慢的呢 就是有一些媒體朋友注意到 特別就是在那個 三年前的台大七捐案的時候 就是他們就大量的 要引用一些愛滋的題材 可是那時候 台大跟陳大醫生 因為都深陷這個事件 都不能講話 所以台灣其實不太有什麼 就是懂愛滋的專家 願意出來講這個文章 所以他們可以從部落格 看到我寫的東西 然後來引用 然後後來來訪問 然後慢慢的就是說 像這個 一些像在科學論壇 或者是那個聯合新聞網 他們也都會去引用我的文章 然後最近是連那個 同志的那個 交友網站都來跟我說 可不可以用我的文章去嗎 他們想要提供一些 衛教的資訊在訪問 所以這一些這種 我覺得大家草根民間 然後不計報仇 不計輸贏的這種 提供這些資訊 慢慢在我們這個世代 會活躍起來 然後大家不要小看自己 你的專業 你如果能夠幫忙寫一些東西 提供正確的關係 這個新火可以瞭解 然後你就可以不用都 都讓你爸媽媽 都只能從新聞跟媒體 看到他們想要讓你看到的 就可以你可以去自己 製造你的新聞題材 然後有機會 就可以登上一些版面 所以這是我的一些觀察 謝謝羅醫師 那羅醫師剛才請提 我們講一下 資物行銷 其實資物行銷這個字 也大概在十幾年前的 來吧 開始逛了一段時間 現在在業界已經行事久遠了 那時候開始 就在立法院資訊 出現了資物行銷 再開始提供說 政府怎麼可以資物行銷 給資物行銷是很負面的一個污名 其實聽新的論 那時候很多傳播學院的老師都會問 其實資物行銷是一個 已經形成久遠的名手 傳遞訊息的方式 那舉例來講 像我們疾病管制屬的很多防疫的資訊 其實都很枯燥 如果沒有重要的新聞 誰會去報導這些宣導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資物行銷 像剛剛我一直講說 我甚至做個研究計畫 去拍一些影片 可以宣導你們 正確的愛知病的防疫的支持 所以這也是一種資物行銷 所以這個不只是負面 但我們常在談負面的事情 很多政府機構 它使用這個預算去控制媒體 去報導他們 去懲罰 比如說你今天呢 如果你批評政府 那我就不給你預算了 那你今天沒有報告 你就沒有收入 因為我們這個時候 你這個年代 其實媒體都不賺錢 你如果我們會依靠 我們的買報紙的人 或今天看電視的人 你今天報告收入根本就不夠 或者是你的 你的職業裡面 得到的這些 subscription的費用 寄付就不夠支持 所以你需要很多 業外的收入 那所以 這個資物行銷 一個非常重要的資金來源 變成政府控制媒體 或懲罰媒體 很重要的手段 這是一個目前的 一個現狀 那 其實這是所有的 傳播從業者 心裡面的 我相信很多人 有喜歡 那但是呢 有時候資物行銷 又是有需要 有實用 那要看狀況 別方想請 曾經幫你去評論一下 就是對我們目前 醫藥新聞呢 的表現 他在這個業界 就是非常自身 他很熟悉 他對我們整體的 業界的表現 他的評價是誰 以及 甚至說 從 對我們官方 對於 對於資訊的 留步以及 控制 到底有什麼樣的 不同的評價 請曾經幫你通通分享 謝謝 這裡先想在座的各位 應該至少是今天沒有花錢去買報紙 應該也沒有習慣付費去網路上看新聞 再來在那個福島核災發生的時候 我有一個親身經歷 那是我聽說 這是聽說 華爾街日報 HR 應該是亞洲華爾街日報 做了一個報導 就是說 把亞洲幾個核電廠距離海岸 大概50公里之內 就是安全舒散範圍之內 他是做了一個很深入的報導 還有附地 那我們台灣的那幾個核電廠就在上面 我還想要看到這一片 所以我就上HR 博物資訊裡看 付費 因為我付費就沒得看 所以我很想看啊 怎麼辦 然後我就跑去找我的研究的老師 他有訂閱 我說老師啊老師 你住機啊 我付不起啊 所以他一直要付這個錢 我不曉得他得到阿偏 老師沒有關係 他就找到了 找到之後呢 他想要尻下來給我 但是不能尻 然後呢 就只好叫他的研究生助理 找一台印表機 好不容易把他印出來 就大家如獲自保 第二天呢 就把這個華爾街露報已經見了 趕快大家各自翻譯 各自找報告資料 什麼單位啊 就第二天還是第三天 台灣日報才跟進 我是說 當我們的那個讀者他不願意去發錢 去付費買新聞的時候 你可能是看不到真正 攸關到你切身厲害的東西 那今天國內的環境叫數位會有 我其實我不要跟大家講 什麼叫數位會有 其實因為我感覺到一件事情 就是買廣告送新聞啊 這樣子看到的廣告比新聞很多嘛 對不對 那醫藥是你們好生意喔 必須要說疾病是你們好生意嘛 所以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就是幾年前我看一本書 叫做製造疾病的人 那裡面就會批評就是說 兒童的過動症是製造出來的疾病 他不一定要治療 只是讓小朋友吃會上你的藥 然後他就說 50書中這也是製造出來的疾病 他其實是更年期不聊 其實會自然而然面對生意年的歷程 那這幾年我覺得說 如果我能夠喜歡他寫你台灣版 我們應該也會寫什麼 睫毛疏少症啊 肌肉疏少症啊 因為真的有那個藥 是讓你的睫毛變翹的 然後呢 真的可能要有藥 讓你的那個年紀到你 看起來還跟那個肌肉猛的一樣 或者說把那個方向前進 所以呢 為什麼會這樣說 就是說因為我們在大群體 就知道數位會有的 或是大群體的時候 大家不願意看寫 因為只好看廣告送新聞的情況之下 那麼你說我對醫藥新聞評價很不好 我必須說 連我自己都覺得我寫的新聞很噁心 因為我們每天啊 我會做一個新聞通告啊 像每一週中最行程最滿的一天 叫禮拜四 可能有八九場的記者會 然後呢 那個記者會上 都是大概是都在下午兩點 舉個例子來說 昨天有一場記者會 提醒你啊 做人那個保存管制要趁著 他的sponsor是一個賣二文 賣女性那個蘆芸藥物的廠商 那另外一場告訴你說 轉移性腸癌救新 他的那個後面的sponsor 是一家藥廠歐洲藥廠 他就是賣一個健保 沒有給付的一個標榜藥 那另外一場也很誇張 他是在募款 可是呢 製造了一個那個病友協會 那後面胎肌的為什麼就要場地 那個場地肯定要二三十萬 為什麼給病友協會呢 病友協會出來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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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模式喔 我只能說 我每天都潛中一些 我使用這種噁心扣靈喔 我舉例來說 就是醫師跟你講說 某一種的標榜藥 他治療肺癌很有效 所以腳方涼誰誰誰都是靠了這個 他是為東亞人製造的 就有一天呢 有一個藥廠 這個病人跑出來就是說 因為他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他怎樣怎樣 我聽起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 我們的能力 專業知識能力有限 所以他並沒有告訴我 這個藥可能會有一些叫 兼止性肺炎的副作用 就是本來是得肺癌 這個肺癌呢 可能還在身上 而且就得了一個肺炎 那同樣的道理呢 也有藥廠在推那個叫做 類風濕性關節炎 或者是僵直性脊椎炎 這種自體免疫的疾病 一定要打他們的生物刺激 那這一回我聰明啦 我就是先去找一找相關的一些 行為Google一下 他的那個叫做 塞尼肺的關鍵字 再加他那個藥 就出來一大堆呢 就是注射了這個藥呢 也造成了一些感染症 叫肺結核 都落到CDC的領域 那為什麼我們記者會落到這種 自我評價這麼低喔 我必須要說就是說 醫藥新聞是各方是沒有在養成啦 各方應該在養成政治記者吧 就是因為政治代表了什麼多的利益喔 就對報社主管來說喔 就是政治系統窮正的親民之路 當記者可能是一個過度的階段 沒有在養成 醫藥新聞是一個新兵超兵的地方 那誰來討醫藥新聞 不可能是醫學系對不對 我知道美國Anderson Cooper 他是一個醫學系畢業生 他跑去當記者 服務正義的他家有錢 那台灣呢 聰明的選生 某新年醫學是不會來當記者 我們曾經有護士 有一陣子很驕傲說 我們對記者的這種有護士 有受醫師 有醫檢師 就是沒有缺 還有營養師 就是沒有這個醫師 那這告訴我們說 我們碰到那些很艱涉的醫學問題 是我們需要一個叫轉譯者 那為什麼你會出現說 像去年過世的年節療 或者是請他一些名醫 他就是一個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 對美女很友善的轉譯者 他把我們看不懂的那一些東西 就把它翻譯 或者是用一般白話能懂 所以我們因為專業知識的門檻 我們就必須要很仰賴這些轉譯者 久而久之呢 就其實就自己不太會用功喔 因為你要用功 你可能就是被這個 即時新聞這個方教 搞得每天就像女工一樣 幾點都出一則 幾點都出幾個字 你沒有時間做 所以我們就能仰賴這個部分 所以他會給我們 你就吐什麼 這樣不是很糟糕嗎 如果那個人 如果能夠解釋這些好路的醫生 背後的利益關係 你就會覺得 他們說的訊息也不為太片面了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我覺得還有一個癥結在於就是說 我們國內的那個 那個很仰賴像歐洲 美國的新聞 但並不是到世界衛生組織 或到歐盟 或到哪個當務 或者是什麼 都衛生組織去查資料 我們根據的是外電 但是外電發了很震驚的 譬如說他Nature或Science 他出刊的時候很震驚的外電 哎呀 片體看不懂 因為他跟記者一樣是一個素人 他看不懂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只好 就是有報導這個文章的一些媒體 譬如說外國的媒體 他報導的很有虛無虛用 所以如果有人指定有一個學者 我還跟他聊過 他就說你們記者最喜歡英國的 我Daily Mail要什麼 然後他說 你也知道Daily Mail 就是英國版的蘋果日報嘛 所以呢 就是說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經過程程轉移 我們沒有辦法自己來解讀這個事情 我們時間不會 我去讓我有心 我也只能三個月寫一篇 調查報導的情況下 這三個月我吃啥 所以就變成就是我自己就覺得說 一些困境的情況下 我自己跟自己的表現不是滿意 就只要求其次就是說是不是不要犯錯 這個是還滿困難的 因為我此刻所有的跟上一刻 跟之前所有的可能有時間的落差 可是網路也很流傳 所以常常會有時候 哪一個人他需要什麼樣一顆心臟 都十年他還在傳 所以這種困境的情況 我覺得應該是要有一套就是說 讀者可能自己也要自我去了解一下 就是這樣子就會封促我們的報社裡面的科程組織 讓我們記得做個像技職的工作 好 謝謝曾經幫主事的分享 郭大引客氣啦 他算是被這個工作拿自己的表現好像是嗎 但是他是非常優秀的理由基礎 他也就是這個業界裡面非常專業 而且認真在分享資訊的基礎 他剛才講了很多我們新聞媒體的現狀 那談到第一個 其實台灣的大部分的媒體都不賺錢 因為台灣的我們的月天 其實基本上都不願意花錢付錢去看新聞 而在國外這種付費機制已經很廣闊地建立起來 像New Times 香港人是付費的機制 像這個WagenBuy也是付費的機制 那其實要回答一個狀況 我們常在confirm說為什麼我們的資助行銷 藥廠可以影響我們這麼多看到的醫療新聞 那很簡單的原因就是因為媒體很賺錢 如果是20年前媒體是非常強勢的 你想要買新聞的那一款 我不知道對不起 你要看顏色 因為報社電視台這個少編之家 他太賺錢了 以致於他可以不需要接受這些廣告主的影響 可是這個時代呢 因為我們都不花錢買報紙 我們都不花錢去閱讀這些新聞媒體 以致於他們的收入大幅的減少 這時候他們背後的經濟關係 就是今天展現出來 他當然必須要 他為了成活 他必須要仰賴更多廣告主的益助 那同時廣告主的手也進來 政府的手當然也就進來 這是不得不的狀況 所以呢 剛剛陳康明師在談說 現在的記者 其實台灣記者很辛苦 你看國外的記者 他們可能可以花一兩月的時間 只要可以寫一篇調查報紙 每個人都可以真的寫自己想寫 其實我覺得是有意義的東西 可是台灣完全沒有這樣的條件 因為報社不賺錢 所以我們在Colstown 人力的監察 也說不點 所以一個人每天要懷疑他們 他根本沒有時間 跟心力去做這些東西 那在台灣其實是 沒有一個很好 反省給那種 想要做調查報道的記者 生存的可能性 是很小很小 以前台灣還有很多 調查報道 現在越來越少 甚至很多調查報道 都是我們的獨立媒體在推動 因為它可以不用 受這些課程組織的影響 這是我目前台灣的一個現狀 那 我們可以接著談 這個 我的醫療新聞 其實 本身它的來源是很專業的科學知識 那它要轉移成一般人能夠理解的新聞 它其實需要非常複雜的過程 我們想接著請羅醫師先談一下 那我們未來該怎麼做 你剛才談很多現狀 很多困難的地方 很多不同的評價 那我們談一下未來該怎麼做 如果我們 可以在座的各位一些建議就是 各位如果以後有資料到一個新聞傳播者 或者想要政府機構服務 你可能負責傳遞訊息 給別人一個正確的訊息 你也可以成為波羅克 像國務司一樣 他所建議的新知股 是一個非常棒的網站 很多人都可以去看 他其實都有很多很棒的 非常非常實務的 HIV的病情的一些資訊 我想請羅醫師組給我們一些建議 要問到一個醫療新聞 或醫療知識的轉移者 你可以做些什麼 幫你再講 請幫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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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請幫你講 請幫你講 所以我就簡單說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說 找到會令你感動的事情去做 你就會不計代價的幾十分運作 像如果今天就是長官一條 所以我去寫一個部落格的討論長頂度 我就會體力大大的 我可能就是找一些那個 那其實愛醫師是我已經 就是從替代一代 非洲工作開始 就一直很熱衷的一個領域 所以我覺得從中學到非常多東西 也看到很多感動的人事物 所以我會願意一直花自己的時間 去寫這樣的東西 那因為這是要讓大家了解的事情 所以我就不會去賣動處理 我就會去從我跟我病人 我跟我病人公司 發生在整間 我會有時候 跟我的病人去上這樣的咖啡廳 然後聊到他平常生活的事 他可能會突然跟我講說 醫生其實我雖然是同事 我也知道我的愛姿 可能不太可能找到一個 女生會願意跟我結婚 就是要為了傳統接待 但他發現說他的 這個科技園區的同事 也有人跟他類似的親情 可是他們跑去泰國去找一個 發了多少錢去找個子宮 或願意幫他去生產 然後就可以知道一些他們的一些 特別的想法跟心情 那他其實想要做這件事情 也只是為了要療癒他那個單親的媽媽 就是因為他覺得他媽媽 一路走來帶他很辛苦 然後是如果能夠有一個孫子 讓他可以 這個叫什麼 這個 就是和醫弄孫 所以就會覺得說他願意去做這樣的事情 可是他其實已經沒有什麼生存下去的鬥志 他覺得說等他媽媽一過世 他大概就會自己去自殺 就是我們會聊一些這種東西 所以我通通就會知道說 醫療不是真的只有科學 醫療雖然說疾病很多都是科學家 醫學家來講 可是疾病的肺會有太多社會心理 人性的因素在 所以呢 大家在看醫療 或者有醫療背景 在看醫療新聞的時候 不要只看到那個科學的東西 甚至也不要只看到那個 譬如說 新藥發病會有股價上漲 等等這些好處 就是你要看的是 背後有多少人在受苦 有多少人在為這個事情在犧牲奉獻 然後也是有多少人因為 可能等不到那個新藥出來就往生 這都是我們其實 要有這些人性方面的思考 那如果說我們的醫療新聞 以目前這樣的趨勢下去 我覺得 大概不能夠完全靠 就是我們這傳統媒體的工作者 因為他們真的在一個很辛苦的環境 那個其實薪水也不是很好 然後每天工時非常非常長 我可能就是疫情加班要下班了 晚上9點4點下班 看到我們的記者還在我們醫療那邊發新聞 然後隔天他們可能9點就要來 然後呢 假日也常都要出來 然後你問他說 有沒有一些你自己的生活 沒有 就是就是賣在這個新聞裡頭 所以很多這個 做一做之後會跳出去做別的 或者就是有那種比較 也許醫藥線也好 還有比較輕鬆的醫藥線 就是去跑這些慢性病 不要來跑疫情 因為疫情可能突然半夜 就會把你叫過來等等 那我覺得醫藥記者已經非常辛苦 然後他們其實也非常認真 我覺得就是只有我接觸到醫藥記者 可能跟我接觸到別的非醫藥記者來編 他們其實都很認真在唸出來 在充實自己 然後也很希望可以 弄出一些正確的報導 可是他們的上面還有編輯台 還有等等等等 有一些上面的力量在主流 然後我會看到一些 我的記者朋友的臉書 他們會在那邊罵你說 我給你的稿圖明明不是這樣 為什麼最後登出來是這樣 那這一些其實反映了他們 想要做點事情的心聲 可是這個世界不是只為他一個人而open 所以大家在罵記者罵得很開心的同時 不要想想說 不是一個人決定所有的事情 然後呢 有的時候也不是他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就是 心中要開闊一點 然後我覺得多認識一些不同領域的人 然後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那個領域 他各自的一些工作背景跟一些工作限制 就不會說太過於騙見或成見的去先諾為主 讓我們說那個人就是不一樣這樣 所以記者這一行就是很值得尊敬的行業 那麥克我們就交給你 我很感謝喔 羅伊斯畢竟是新生一代 因為在血汗醫院這個年代 這個我們比較欣欣相惜喔 因為因為記者血汗沒有人爆 因為沒有一家報紙就登出我們記者的意思 所以我們就以前真的有半夜還在工作 就說我們要成立記全會 這是記者的權益處境內 然後那記要用女士編的經理 因為自己硬招還要付車馬費 還要計程車錢 那我今天就想說喔 對我來說這個 你們幹這麼久 大概我必須說頭三年 九五年 每隔到一陣子我都會想說 我想要 我不想幹 那的確是有一些醫藥記者 已經假如退國會了喔 就是去了藥廠 我們戲稱說去藥廠的這個醫藥記者 可能比線上的記者 您之家人還要多喔 他們可以成立一個醫藥的記者 退伏位 因為畢竟就是說 這不是一個 對家人來說 這不是一個好工作 那為什麼我還會繼續做下來喔 大概每隔幾年 會受到刺激一些喔 我講一個很久以前的一個故事喔 就是某一個衛生署長 他是覺得說 我們記者都會惋惜喔 所以他想要開課喔 他就要公關室調查說 記者可以上課的時間 然後呢 他由他來組獎 以及召集什麼免疫學 地理學 病毒學的專家 給記者上課 時間我們挑 地理我們挑 結果公關主任很認真的去休息 就說沒有休息 因為記者上班休假 完全都不理 就是一個亂字 沒有辦法亂成 我們一天啊 一起來上課 對 那後來我當會長說 我也辦了兩次的這個記者上課喔 結果也很慘啊 就是叫健保 那個第一堂的健保課 尤其一個大事來講 講完之後很多記者說 欸你聽不懂 我要從健保法第幾條 第六類保險開始講 可是我在想不想 我講到這麼窮 然後咻 都沒有收音到 所以是不是一個很難 給記者受教的印象 對不對 那還有一次就是說 那很多人就說 我知道你記者那麼辛苦 問題都出來你的總編啊 所以就有一個衛生師長 所以他上任之後 他就 他差點要發文啊 就是說發文給各報社的總編 要跟總編人溝通說 醫藥社不能亂寫 疫情基本要這樣報 結果呢 我們拿到那個公文的原型 我就跟這個公關主很委婉的說 等他當上總統再說 因為 因為生師長想要揪各報的總編來 總編是不買到的 根本請不動這個大佛啊 那我們就是繼續在錯誤中啊 繼續複製錯誤啊 就是自我厭惡嗎 我覺得好像也沒有這麼慘啊 因為某些情況下 我們找到一條的那個深入啊 就是說 當然就是說一些獨立媒體啊 讓我們覺得 真的覺得良心啊 比如說我們要看一下 上下流的新聞 報了身體安全一定可信 可能對我們報了很可信 或者是說 對於什麼都應該不該吃呢 我們找一下營養共筆吧 這個營養師共同寫的 他們有經過同彩討論 他網站上的東西應該是可信的 蘇維難感性就是說 蘇維慧柔也不盡然是壞事啊 因為當大家把麥克風 把那個 camera 把筆 把電腦從記者手中拿走的時候啊 那集內也有一些是專業的人 他們寫的東西啊 也許會比專業的那個記者啊 寫的還要白話啊 因為他們直接就跟阿公阿嬤 這個或跟這個 可能學歷比較低的這些病友講 那經過他們消化的東西 他們放在他們的臉書 或者放在他們的網站上面啊 其實也是因為我們很好的一個教材啊 所以我有時候會想說 是不是就請這些衛生書館 不要再想這種開班上課的 集中一請人 他們其實就是某些可以歸見一些 他們覺得還算是可信的網站 或者是我們記者之間其實也會互相交流一下 一些訊息 可以跟記者自我成長 自我去找一些好用的資料 或是隨便Google 亂找一些的東西 就叫抄了 抄了之後呢 知道一個假新聞 再跟這個新聞 就好像狗咬尾巴 彭彭轉 只能狗死新聞就這麼出現了 那我就想說 記者的自救當然就是說 網路已經帶有草 但也有壞一線的生機 但另外一方面我也覺得就是說 我們的受訪者不論是病友 或者是說我們這個白袍的專業人員 他們也應該要跟上一些時代 就是要懂得這個tempo 常常就是說 我不是我說衛福話 但我現在就只要一概括承受 他們為什麼是陰間衛生署呢 為什麼是叫做牙陰間CDC呢 他們總是喜歡在很晚很晚的時候 發出重大的訊息 這樣出錯的機率很高 因為記者在怎麼樣 他總是在衝出的情況之下 要找很多的知識來做 所以我會覺得說 既然大家是網路無時無刻在update 大家都是被實施的 好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的塑網單位 也忘掉那個打卡中 忘掉那個下班後 或者是有空才處理大事的情況 是不是思維上也要跟上一些時代 因為我們這個網路群是打揚的 所以重要的事情 不是跟著時間先後再走 請不要再當陰間什麼什麼布 什麼什麼鎖 這個重大事情早早做 謝謝 好 謝謝兩位和江澤的分享 等一下我們開放給現場的朋友們提問 所以各位可以開始先準備一個題目 然後大概半個小時的時間 有出人A 我們剛剛楊威講者都分享了很多 他們各自在不同的崗位上 除了代表官方 要把正確的疫情 正確的醫療資訊 傳遞出來的角色 以及在這媒體的角色上 我們照一照什麼的困難 為什麼呢 有些東西可以寫得出來 那有些東西呢 又在時間的緊迫要因之下 被迫以一個不勝滿意的方式呈現 所以其實不同崗位 其實都為我們的健康傳播的動線的行李了 所以其實我這邊簡單的說 其實我們對於媒體同仁 就需要更多的同意性 媒體不是一個機器 OK 大家 然後講說媒體媒體 它是一個非人化的東西在那邊 然後是一個像國家機器的東西在那邊 然後24小時 247有個機器在那邊做這部試探 就是用一個一個個人做 構成出來的東西 它跟你我一樣都是一般的勞動組 那當然有它的局限 那所以我們在從事新聞研究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科目叫做媒體批評 或新聞批評 我發現我們現在的新聞界的很多研究 我學界的研究 大陸混在做媒體批評 所以對新聞不好還蠻不好 那甚至有很多大專院校的老師 在上課告訴我這些大專院 傳播科系的學生說 你們畢業的強調當記者 那我覺得這個很錯誤的方向 因為我們作為一個學院的研究者 我們必須要了解 其實這個業界有它的困難之處 必須要幫忙解決這個困難之處 而不只是用負面的方式去否定所有的努力 因為很多最後的不滿意的新聞結果 其實都是結構因素 知道嗎? 那所有的結構因素 其實就是你我都是貢獻這個結構的其中的 我們都是這個分子 我們是這個分母之一 我們都貢獻了這個 所謂的扭曲的增進結構 所以我們應該給這些新聞從事 更多的掌聲啊 最後的觀念 好我們先開放給現場各位提問 我們先收集幾個問題好不好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好第三個問題 好先請 第一個問題 請三十秒簡單的談一下你的問題 柔醫師 我現在有個問題 我是說心倫草摯是一個因素 但是我今天不是講心倫草摯這個因素 我是說醫師的話 他受了很長的臨床教育 這一段時間他或多少都有一些衣髓知識 這種情形下的話 醫師的死的話 當然心倫草摯是一個因素 如果不是心倫草摯的話 你能不能以你臨床的經驗 不知道你能不能講是說 這個醫師或人的切屍在哪個地方 所以他會造成他早死或是死掉 我不是說心倫草摯 我不是說SARS那時候就有醫生死掉 我是說 在我的眼光當中 厚多厚小單 這個過人的醫生有切屍才會死掉 謝謝 不好意思 你是問什麼醫療新聞的問題 我們在臨床的經驗是 第二位 先給第三位 好先給你 你好 就是我之前是在海外做長期吃狗 那我是做慢性病防治 那我主要是做減重這一塊 所以我就是很大量去閱讀 就是台灣跟減重有關 但是可以發現說 跟減重有關 不一定是健康醫藥這一個版面 那很大版面在娛樂新聞 例如說什麼女明星啊減重什麼什麼的 那非常多減重知識都是錯誤的 那例如說一天只吃一餐啊 或者說晚上不吃啊 或者說只吃蘋果什麼什麼的 但是最近有一個逆轉 就是最近非常流行 路跑 然後跑步啊健康啊運動 然後最近炒熱的這一波就是說 看到很多人都在練身體 但是據我所知就是據我看了很多一些研究 就是說女性的體脂肪低於20% 就是體脂低於20%也是不好的 但是其實現在非常鼓勵說要很瘦 或是說要很健美 例如說像一些女明星啊 就要有或是男明星要有人魚腺 這樣才是一個健康的觀念 那我都在這樣子的新聞下 很少看到會有醫生主動去說明說 這樣子其實不一定是個健康的觀念 而這個又影響到了大眾的一個審美觀 又影響到一個社會健康的觀點 然後這個其實也是跟慢性病防治等等 非常多相關的 所以就是這又牽扯到醫療社會 牽扯到心理 因為就是大家知道我們因為胖瘦都會影響 我們心裡面覺得說我是不是很胖 那是不是會對胖瘦有些社會的歧視 或是心理負面的一些影響等等的一些這樣的狀況 那我覺得這是還蠻巨大的一個議題 那不知道兩位對於就是減重啊健康 這一類有什麼看法這樣子 那個首先先謝謝人家 會比較有那麼精彩的演講 那我好奇的是說既然制度性行銷 其實也有可能只是一種行銷方式 或者是不用把它污名的話 那我們應該怎麼去想像它 或者是我們在接收這些 所謂的醫藥的新聞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每一次都必須想像說 它可能是某一個藥商 或某一個藥廠去做成某一個活動 那我們所謂的醫療專業 是不是已經被商品化給欣戰 然後已經沒有辦法逆轉了 那除了部落格之外 我們又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可以去做突破 去把這樣傳統媒體的這種可能的困境去 又更扭轉的可能 這樣子 好 謝謝 那我們先請兩位組長 我想把這三個問題綜合回答一下 其實我們人類現在如果是在先進國家的話 大概70%以上的疾病都是跟個人行為有關 但是當我講到個人的時候 其實我忽略了就是說 行為背後有很多社會心理的因素存在 以我們傳染品來說 像這個愛知人可能會說 男性的傳染的 他是大毒品 可是性行為跟毒品的背後 可能都還有更深層的一些社會心理因素存在 這個是我們醫生在學校裡頭 沒有很好在修 我們大概只有大二會修一個學 一個學期的社會學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社會學老師 是不是一個正在選醫院 是一個人 常見國藝人 所以他只要都遲到 然後他來講一些政治的事情 其實沒有 我們沒有這個好好學好醫療社會學 那醫療社會學其實在很多的這種 剛剛你提到慢性病的這種 廣告的版面 其實醫生為什麼不出來代言 因為他並沒有認為說 社會上帶有的這些偏見歧視 對於北胖的歧視是屬於醫療的一件事情 他覺得說他只要在醫院裡面 等著病人來找他的時間 開藥給他一次就好 他並沒有想跳到社區裡頭 他覺得那是公共衛生的事情 那現在公共衛生裡頭很缺 像我們這樣子 就是可以先先跑來這邊跟各位演講的醫師 臨床的醫師都太忙 他們在醫院都已經滿翻 血汗醫院忙 那如果是公衛的醫師很多在衛生所 那個都是在平面的地方 那他其實忙著幫那些阿公阿媽開藥 或者是做這些社區的一些計畫 也就很累 他也沒有一個知名度 可以讓記者願意 可以找到他去講很多事情 所以往往都要靠呢 就是一些 已經很出風頭的幾個名牌的醫師 叫出來代言 但是當那個醫師的地位越做越高之後 他常常跟藥廠就會有一個難以切割的一個 像我現在因為在政府 我跟藥廠就切得非常非常非常開朔 他如果要找我去代表 你就會說對不起這個有利益衝突 我是公衛員 我可能接受你的招待 那我只能透過續會 學會來邀請我 然後我也會去收 那個什麼出席費子這些 但是 如果你現在看到一個新聞 像剛剛提到的 是在講一個 比如說 這個 什麼一個關節能藥 或我們癌症能藥 你看到那個掛了牌杆 或榮總出來的醫生 你第一個要問的是說 為什麼這個記者會使這個醫生出來代言 他跟這個藥商有沒有一些離子合作的關係 因為很多的新藥要在台灣能夠上市 他都必須先要到醫院去找醫生 去幫他做臨床試驗 通過才能夠讓我們的食藥廚會生出來同意 所以這個醫生常常跟這個藥商有一些瓜葛 就是接受招待吃飯的小事情 甚至招待出國去開會等等 全程招待什麼都沒有 那這部分我覺得 我們醫院裡頭的一些內歸輪 理規範還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你們在看這些新聞的時候 真的應該要有兩八十 一把是真的科學面來看這個事情 第一方面你要評估的是他背後 有沒有一些利益創作的辦法 然後是不是 就是你可以去Google一下 比如說每次講到這個藥師都是這個醫生在帶的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會有點像 某某產品都是找靈美修在帶眼 或誰誰誰都找那個醫人在帶眼 那其實他就失去比較他的公寓性 所以大家就從這方面來所從 那有沒有一天我們可以就是 很完全相信這個媒體的報導 可是我覺得我們就是要有些思辨的能力存在 這是哲學星期五就是我們希望說大家都可以有一個思辨的能力存在 你不要完全相信 盡興書不如五十歲 盡興新聞也是能用相信新聞的問題 謝謝 我也來進入一個回答的問題 針對第一個為什麼醫生也會生病 我覺得沒理由要顧負應證的責任 為什麼要做醫生養生 各位你知道嗎 醫生是平均說明別人都要短的 如果他們養生應該不要長到我一百歲啊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因為這樣子造成誤解就是說 醫生應該不會生病 不容易輕易生病 沒容易死 是嗎 這個我們知道就是說 只要有點年紀在SARS期間 去一趟醫院就好像有溫室跟在身上一樣 所以醫療這個場合 應該是生病的人會一直有場合 那醫生在這種場合之下 他在可能消毒 他的風險就比別人高 那很不幸 我們總以為是醫生躲的比別人多 所以他都會養生他不容易生病 這個病醫療負野責任 這位先生我要跟你說抱歉 醫生也是煩人 可能比一般的還能會早死 那第一個針對那個為什麼就是說 這個肥胖啊 或者是減重的新聞 導致跟著那些錯誤的這些資訊在走 所以要想就是說 我們在新聞在報道的時候 很喜歡凸顯個案 這些個案在醫療那個報告裡面 研究法叫做Case Report 個案報告 其實也許有的那一個極端的人 他體質特異 他吃蘋果天天吃 吃上一年半滿 健康好得很 問題有人就是說 他有意識品 他吃了肥皂都吃不死 這種Case Report啊 或者是個案啊 在營運眾生中很凸顯很顯眼 所以呢 在新聞上就會認為說 他也有價值性 所以就會爆滿 那我們一般人中啊 不容易凸顯這些個案 所以那些名人 這些都會有這些個案出現 譬如說我昨天才開的 其實大家一場記者會 講的是這個 重度肥胖的人 不一定要先開刀 如果呢你先試一試 那一顆什麼結石啊 少吃多動 我們加上一點減肥藥 你能夠受到10% 也許就不用了 那如果沒有受到10%的底下 你再考慮外科 他要傳達是這個訊息 他就寫這個稿的時候 那醫生呢 非常有心理性 對他也是一個 屬於靈腿型的醫生 他開頭就是說 最近有一個人解到那個 解脫外科能者的 詢問度身高 就是一人叫白雲 知道嗎 他直接是個帥哥 可是走樣變成肥哥啊 胖哥 那白雲呢用的是 好吧 他是一個去的醫療 去的院長 他做的是一個 胃部的手術 減少胃部的毛巾 讓他少吃 所以呢 胖哥就這個 打回原狀變成帥哥 所以他就寫度身高 好這個是少數特例喔 那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我們常常會看到 影距新聞 就用一種戲劇性神奇的 genetic 的效果 就是說某某人 他現在給他要結婚了 所以他這一陣子 他鼓勵搜搜搜 搜到皮子是症多少 或是Ella呢 他這個搜搜搜到 胸部居然沒有瘦 這種paste report耶 通常通常 這新聞操作 會有另外一則新聞 負責任的媒體 會跟一個就是說 喔解重專科醫師 搜搜搜這個不可學 這只能偶一這樣做 他沒有辦法長期 長期不知道怎樣 當然在網路世界 剛剛我一直講很清楚 大家只解自己想看 只傳閱自己想傳閱的 所以神奇的案例呢 就傳到變成通力 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一個就是說 傳給你的東西 都是他想看的 他不是通力 這個是我們要有的認識的了解 然後針對 您剛剛的問題是 說到自入行銷喔 我個人覺得就是說 就好像現在 微電影很流行喔 終於有一天我受不了了 我再去採訪一個電影導演說 我就問他說 請你給我一個 微電影下個電影 他就給我兩個字 就是廣告 我會同意喔 五分鐘的微電影 跟五分鐘的廣告有什麼差別呢 對不對 他只是換個比較好聽的名詞 那同樣的自入行情 要過去有個好聽的名詞 叫做正力宣導 對不對 也是買廣告 那只是時代在進入 廣告也要換個樣子 沒有什麼不好 我是說因為有媒體 把他就是說 也不就是靠廣告 那我想說 我的情況下是說 是不是可以讓廣告稍微好看一點 然後報告是賺一點錢 我又說 因為記者也是要 不是做義工啊 我們不是那個義工記者啊 我們要有薪水 所以我是說 我們可以稍微褪浪一下 不用到河街 搶街的滿天的地步啊 我們可以做一點小生意的話啊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在某些情況之下的一種 進入啊 我們是可以接受的 第一個就是剛剛提到一些 一些case 極端的case 常常會出現在戲劇性裡面的 說我每次都會寫 我以前不愛血液新聞 這幾年寫了 這個韓劇怎麼還是不進步 為什麼女主角都會得絕症 那絕症呢 一定都要是血癌 不用開刀 而且吃了參白 很有病害美 然後我很認真的寫了一討好 就是說 因為韓國的健保很糟糕啊 他們負不起就只好是敲料 才有那個生死電科 這種東西出來 但是這個沒有人在傳閱啊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 是不是說合理的智慧之效啊 就不要再出現說 捏穩得了 他一直心碼很精巧的 那種錯誤的資訊啊 我覺得這是可以 我覺得這是值得的 政府應該是 如果在某些情況下 可以達到的 這我覺得是可以 這個界限可以接受 那或者是說 今天我們要宣導到MHR 就是這個麻疹 德國麻疹 這個351的疫苗 可是從日本來的 從歐洲來就說 打疫苗 沒病打出病 打疫苗會得自閉症 所以是有一票 我所知道的就是 高級知識認識的媽媽 是不准她們小孩去打 這種叫便車客喔 就旁邊的人都打 當然沒事會傳給她 可是她如果去中國大陸 她可能就被傳亂了 那這種情況 他們有一套艱辛的理論 那是不是說政府單位 就是說是不是有可能 在某些情況 她們常接觸的親子網站 適當的放一些訊息 同時正反閉字 你沒有辦法說服這群 堅持紀念的人 但是你可以給她一個 一個適度的訊息 花錢去搶一點百年 這我是可以接受的 那至於是說 本來就有新聞性的東西 你還去花錢做支付喔 就像農委會好了 我們農友很厲害喔 發明了各式各樣的 這種水果和種多好都好 可是每次的計程會 不花錢不漏出 這種真是要檢討 白馬錢 他們已經變成一種 習慣性的未能 是該斷奶的時候 好 謝謝兩位的回答 那我們再開放第二輪的問題 好 後面那些第一位 好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你好 我剛才已經自我介紹 已經說過了 我的父親呢 是一位工作者 我目前是新聞工作者 所以說今天 醫療新聞這個題目 簡直是太放了 然後我本身呢 也是在世新大學 讀新聞 今天 剛才很多 談到了 都是關於醫療新聞 都主要說的是關於 醫藥 健康 科技方面的 我想問的問題呢 主要是關於醫療新聞 以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問題 那麼在我們大陸呢 醫療新聞 佔據最主要 板面最能 專人眼球 而且報的幅度最大的 目前是關於醫患關係的 在我們大陸現在 醫患關係 它的矛盾非常非常的尖銳 而醫生 往往處於一個 比較弱勢的一個群體 可能是從 上一屆政府開始吧 因為主要是處於他們的 維穩考慮 反之處境醫療糾紛呢 都是以比較 政府主要的 作為一種 不作為的方式 醫生是處於 比較弱勢的群體 患者 有可能 糾結一些 黑惡視力 作為 以一種 比較尖銳的一種行為 來要挾遠方 做出某種 滿足他們的要求 而 甚至是以 百花圈呀 舉一項呀 或者是 人身攻擊 這些已經 威脅到醫療 醫院正常 運行的活動 而違法的行為 但是政府 公安機關往往是不作為的 所以說 也不說所以 媒體呢 出於他們自己的考慮 因為 閱聽的人大部分都是 可能因為患者的行為出現 畢竟醫生是少數 他們往往也是 站在患者角度 對醫生這個 他們的處境 不是太過於的 考慮 然後把醫生的形象醜化 但是這種行為現象呢 近幾年很容易 當執政者也意識到了 我們大陸 報考醫學院的學生 越來越少 甚至近幾年 最關鍵的一個詞 叫殺醫案 很多醫生被患者殺 我舉一個很真實的例子 對這種行為 要堅決制止的一種報道 而對於這個事件呢 香港的鳳凰衛視 則是非常 以一種敘述性的事件 角度 對兩方只是客觀的陳述 所以這兩種 包括以前大陸媒體的報導 各種不同的風格 很值得我思考 所以我今天想請問一下 這個陳記者 台灣這對於關於這種 醫療關係的一種性能 有沒有什麼可以用借鑑的文 謝謝 這個回答 對不起 這樣會這一題 好 然後就是 我想要先說的是 就是我是醫學生 然後在學校裡面 其實我也聽到這些東西 然後今天就很厚 我沒有多帶自己同學來 然後想問就是 一時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 比如說在台大裡面 會有公關 就是在簡報 然後就是跟你說 欸 你上了幾道新聞 或是提到台大的醫院 那我會覺得說 就是 這樣感覺好像是一種宣傳 希望病人 可以多到台大去看病 不過 就是這樣 我們在學校裡面 學校的觀念是 就是你醫療 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減少病人 但是 就是現在好像很多 醫院在操作 策略辨識 我們要製造更多的病人 然後來賺錢 那 那 由於是 如果是私醫院的話 我覺得覺得 還好 但像是台大是公醫醫院 但是為什麼你會出現這種情形呢 那第二點想要請問記者的是 就是 你說 在 你說 記者會中 然後發了一些新藥的新聞 那這些新聞的背後 可能是有一些 藥廠贊助 那 比如說 如果現在我們在做研究 要發論文的時候 假設你背後的資金 是有藥廠支柱的話 那你必須要在論文之後 寫出來是誰 那 我們在 就是假設在做新聞的時候 可不可以就是 假設有這樣的陰藥的新聞 有新藥出來 到最後也可以附上說 欸 那這個記者會 背後的支柱人是誰 對 所以我想要問這兩問題 謝謝 好 柳衣 好 我自己剛剛從長篇醫學的記憶 剛畢業嘛 那 對於藥廠工作 跟這個 在學校學的一些東西呢 縮實在了 很少量大的落差 所以剛才 那 城市方面有聲音剛剛提到說 一個好的轉移者 這個 我的熱心有氣起焉 因為其實我們縮實在 在醫學教育過程當中 雖然有上部疫病多 這些東西可是 食物上面的操作 我們突然發現 真的就更會是難的 我們怎麼跟病人解釋 總是有夠沒有痛 這樣子 尤其是最近 像 其實也知道說 我們醫界有在推動 這個叫做 實證醫學的東西 需要用科學的精神 去說服病人說 欸 選擇這個東西是比較好的 是比較有效的 所以呢 我們老師都會告訴我們說 欸 我們要怎麼跟病人講呢 根據某篇會萃研究指出 這個會萃研究就是幾百人的研究喔 分成兩個組喔 然後 這個要呢 跟這個組呢 是比較好的 怎麼要是有效法呢 或者很像低風險 多少倍多少倍的 每次我聽到這種東西 我會覺得 只要是聽懂啦 那說實在的就是 所以我的問題簡單就是說 想請請我更教一下 請女士 你認為一個好的 什麼所謂的轉益者 她有的特質是什麼 她用的語言 是什麼 那想請問一下 請女士 那你認為 在更記者 跟媒體同仁 合作的過程當中 你發現用怎樣的一個策略上面 大家會比較有溝通這樣子 謝謝 不好意思 想詢問一下 說是台灣其實有很多地方電台 就開了一些奶油 他們就其實會賣一些 二十四股品的東西 然後其實都沒有什麼 所以就政府的認證 對 然後他們會告訴你說 就可以吃癌症 可以吃中風 可以是增強性能力 而且他們最近叫我講小聽到大 然後他們最近最厲害的是 可以大三峰小三峰 收取世界各地 那我就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我們兩位專業的長部來看 真的有什麼看法 謝謝 好 謝謝 讓我們先請問 我們應該要拿一個筆來嘗一下問題 我先回答我記得第三位同學問了 就跟記者溝通的過程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說 你不要就是腦袋通通的就去接受牌 你要先想好 最好你可以先打聽一下 記者要問什麼東西 你可以先想好 如果今天他所有的篇幅都不夠 他只能夠解錄你的一句話兩句話 或者一分鐘兩分鐘 你到底要傳達什麼訊息 那不要說去跟記者溝通的時候 就是開始從這個 免疫學 病理學 律服學開始講 我曾經第一次被記者採訪我的論文的時候 我也是跟他講了一個鐘頭 然後講完一個鐘頭 他一直問我說 我一次是你的意思 就是說 台灣的HIV幹者都是男同志 這樣嗎 因為我的藥本幾乎都是男同志 所以他到最後只有catch到說 後來那個標題打出來 竟然就是說 台灣HIV幹者幾乎都是男同志 就是話都不如話經來 然後我們在美國的CDT授勸 他一直跟我們講說 你要先想好你的這個 就是讓媒體下一個標題 最好就幫他先想好標題 比如說我們今天想要傳達訊息 就是說打流感的疫苗 可以降低多少的死亡率 那我們就跟他一直重複這件事情 就是不管他怎麼問他 那流感死亡那個個案 他曾經就是有所慢性病嗎 他沒有所慢性病 不過呢如果他有接種流感疫苗的話 也許他手率可以降低破傷 等等自己把那種話一次照管 然後你也是突顯說 我今天真的要跟你傳達訊息 做到這些東西 以免說他在大海裡頭去撈針 然後你不知道他撈到的是哪一個東西 然後另外 多練習跟你的爸爸媽媽朋友 去聊一些健康的疫情 然後不要都是講生病 你要講說怎麼讓他可以變得更健康 因為我們在醫院裡 通常是等著說病人生病 然後想辦法開藥讓他變好 然後你開始討論說 那個藥要用什麼氣力啊 然後去做這些事情 可是你沒有 你往往都不會去跟病人討論說 怎麼樣預防 一個健康的人生到這個病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不容許的溝通過程 那你可以多 跟自己的朋友聊聊看 這樣 然後另外看一看一些書籍 就是你看一些 那一些老師們寫那個 一般的暢銷書 他用什麼樣的口文 一些例子 去討論這樣 其實最後通常都是回到一個就是 立大於B 可是光是這個 立大於B這個風險的溝通 就是真的很大一個註問 剛剛清方姐姐也有講過 很多時候那個B呢 就是讓人覺得 因為我沒有安心 就是我覺得 立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立是別人的 可是B可能會發生在我身上 特別在小朋友的這些打硬朗的案例裡頭 他們其實媽媽都會很害怕就是說 因為自己 決定要小朋友去打完疫苗 結果出了問題之後 那全家人都會灌滿他 所以我們其實要考慮到 背後這一些 底細菌媒體對這些決定的過程 會不會讓我們一些人 變得代表高壓 然後如果我們在 討論這些案例的同時 在新聞發的時候 有同時想說 這個打疫苗的是媽媽決定 或者是說 就是會有時候一些傳染病 比如說媽媽先得什麼 長病毒 然後傳給寶寶 這個當然我們在衛教的時候 可能要提醒說 媽媽如果有這些症狀 不要去接觸寶寶 可是如果我們 討論個案的過程中 把這樣的消息放出來 說這個案例是因為媽媽 有長病毒之後再傳給她 那其實 你就會把媽媽 寫為一個無益之地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 處理新聞都會很小心說 如果遇到這樣的事情 有的時候媽媽媽 比如說 懷孕當中沒有去好好做產經 結果生出了寶寶 得到一些疾病 那我們要設法 不要去把這個個案 在歸咎無所媽媽身上 這樣對媽媽就是 處理天人交戰的過程 那剛剛 請一位同學 你可以再簡單講 他有問題 關於我們 我們說 我們說 你說現在的醫院 都有些操作的策略 或是 我知道你講的是公關室的 題目 其實應該醫院跟我們政府一樣 我們每天 可能上班前第一件事 就是會有一群人去看報紙 跟看網路的新聞 有沒有萬一我們這個直官 或這個醫院 有一些不好的消息 那就會有一些好的消息 給長官看 因為可能今天就要做出一些回應 所以他會同時撿到一些 可能正面的一些消息 這樣 然後台大醫院的醫生 因為很容易 很愛放話 因為尤其現在柯P又要出來解釋 所以你每天都可以看得到柯P在講 然後前面都會畫著台大醫師 所以他還是要去注意 會不會裡頭有一些亂見 這樣適合到台大醫院 然後要做出一些回應或澄清 那 那 在我們機關的話 是有發言人製作 所以我們機關署的員工 是可以隨便對外發言 然後取得這個發言人的授權 才可以講 這也是為了讓這個資訊能夠都一致 不要說 他今天採訪我們有一個科長 這個科長剛剛講的 跟他今天採訪另外一個組長 這樣其實有時候都是資訊太過片面 然後導致民眾會誤導 所以 公關 我覺得他們 也是 也是 受命而為 他們並不是那麼愛去檢報 那 如果能夠不要檢報 他們應該會很開心 所以有時候就看那個院長的作風 是不是很想讓這個醫院的知名度可以打開 那 當然病人能夠不要來醫院 就健保署來說應該很開心 可以少花一點健保費 那 但是醫院一直競爭 然後開始擴大這個滿足情侶之下 這是一個很雜的議題 就是 如果我不做大 別的醫院做大 然後我就是整個 整個關門 這個是一個惡性精爭的過程 那 就是 還需要一些改革 那 這是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好像比較多 針對醫鬧的部分 當然叫醫鬧 這叫醫救 那我覺得我有一個觀察 就是說 我先講一個 應該是去年還前面的事情 瑞典的一個這個 這個醫療救濟制度的一個負責 負責任的一個委員醫師 他是一個醫生 他來拜訪衛服部 然後我有一個機會就採訪他 他大概就簡單就是說 北洛武國 這個 誇治醫療糾紛不用告官 大家賠給你就是了 因為醫療有不可避免的說 誰也不願意發生這種事情 醫生是救人不是害人 所以你發生這個事情 醫生也很難過 有難過呢 大家一起來承擔風險 再來檢討我們 利益很好啊 這大概說完 我大概沒來 因為這個進步有做一點研究 然後我問了一個 大家都知道的答案 就是說 你們的制度既然這麼好 為什麼沒有辦法在別的國家附近呢 對不對 我們沒有 因為其他國家沒有付百分之四十 到六十個歲 在維持一個 從搖籃到棺材的一個社會福利制度 所以呢 別的國家沒有辦法付 所以也許會在 譬如說像這個紐西蘭 它會有一個全民意外者 那個險的制度 你在家裡點一交 去醫院這個 不小心這個 割忙藏割到 割破了什麼地方 那發生這種風險 也是從歲收給一定比付的 叫做無過失 先不追求過失的一個人 用賠償的制度 所以在一些國際上的潮流 就是潮流就是說 非官過失的救濟一條路 有過失的損害賠償 走法律也是一條路 一個是用稅收的行政方式去解決 那就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國家 那另外一個像那個 像紐西蘭 或者是台灣要求的 正在對生意救濟 就是針對這事情發生的時候呢 沒有人要過於害你 但事情發生了 我們給予是讓人救濟 至於有沒有疏失呢 那你們就自己選擇 是不是說要救濟就要放棄訴訟 這是另外一個課題喔 因為我們這樣的要害救濟支付這些 會說你你的救濟金 你說要放棄訴訟 你不可以因為一個事物 就雙重得利 這幾個法學事物 我就不細講 那為什麼我覺得這個台灣推得頓喔 因為早年台灣 我自己也碰過幾場的醫療糾紛喔 就典型的就是採棺材 撒名子 然後醫生還會收到兩顆花生 就是代表它是子彈 然後還有人通過講說 他的門口有一段斧頭 砍在門上 然後氣得也被威脅被施把 我自己也被施把往裡 我醫療訴訟中的施把往裡 糾纏了一陣子 那這種情況下 為什麼會越來越少 我覺得到某種程度之後呢 大家也漸漸理解說 你打過是打了十年 十年八年 最後可能就是那個 庭曼和解換的一筆這個訴訟喔 就大家覺得太往不來了 所以慢慢就可以朝向就是說 有那邊的那個發展朝向救濟制度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醫生這個東西在台灣 這種身分在台灣喔 我覺得是有一個歷史淵源 在我們這個在暴境黨境的人 或者是在日據時代 我覺得台灣的知識分子只有兩種 一種是懸農的 懸農業博士 他可以住在水庫 也發展道理 改良道理的品種 另外一種只允許去過達 這就是醫生 所以醫生代表我一個程度上呢 在我們這社會是蠻尊敬醫師的 他的案例就是老師 這三個行業是很受到尊重的 即使今天呢 這個也許醫師很血汗 故事很過勞 我們到醫生還是 起碼還有一點尊重 就像是今天少子化 老師好像很希望 但我們還是對老師保持 老有一點的尊重 所以還不至於說說把這個 寄那個子彈 或者是丟腐頭那裡公開掛 檯面掛 這個事情還是希望就是 醫院就是私下良事 那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這個中國大陸 會有這個問題發生 我覺得也可能是 中國大陸的醫生的養成 是不是經歷了一段 這樣過度轉生期 我曾經去過大陸幾次 在不同的地方看到了醫生 我覺得個人覺得就是說 整個醫生的樣子 會差這麼多 你弄穿衣型的醫生 在很破爛很破爛的衛生署裡面 做的是最基本的醫生 那也有那些穿得很體面 我們可以在北京看到很體面的醫生 悅入可能非常的多 所以我覺得整個上就是 文化並不一樣 所以一旦就是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就是覺得 醫生可能就是他分業不夠 第二個可能就是從醫的情節 那這個從醫的情節 我覺得是會 這個是一個痛苦心 因為畢竟大陸醫療教育制度 現在才改革成的 跟其他國家比較一致的是 七年制的 就不會有什麼五年制 幾年制的這種混亂 我相信這個事情都過度情了 那我覺得台灣這邊也 也不用覺得就是說 我們好像比較高尚 因為我感覺上就是說 當穿白袍的醫生 真的是醫生 為廣告代言的事物 越多的時候 就越容易就變成 變一個容易收買的醫生 那收買就影響到民眾 對他的觀感 就是說醫生好像 不是那麼值得尊重 所以以至於就是說 我今天跟一個很有名的醫生討論 他就說 現在很流行啊 就是 我只要對事情不滿 我就要去包圍行政院 包圍立法院 包圍總統府 然後呢 他們就說 他們覺得醫生有怨恨的 就是健保局 健保署 所以也要去包圍健保署 健保署 這個沒有行為性了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你知道幾年以前 曾經有一群的醫生 他上街去看我意思說 健保啊 很糟啊 害他們那醫生的那個 陰傳的利益打折縮水了 結果記者人眼睛 我就是喜歡看犯道哥啊 你發現這醫生看的是名牌包啊 戴的是LV包包 醫生娘或是護士 就是基本上我們還 就是當醫師不再說 那麼受到尊重的時候 我們某個程度上 還是等著看醫生笑話 這種比較輕微的從醫情節 這我覺得就是 在社會地位的方便 這是我的觀察結果啊 那第二個 針對就是說 記者會啊 這個要怎麼做才好啊 我有一次跟一個 很可憐兮兮的診所 很致命的診所的公關 他跟我抱怨 他說你 請讓你去幫我更忙好不好 可不可以幫忙更一則新聞 我說怎麼啦 他說呢 因為他們最近在做那個績效考評 他這個小公關 當了十年 他還是經理 被叫進去 那一面男人跟他說 記者會開了個美劍吧 你公關是幹嘛 你不是跟記者很熟嗎 你跟記者講一下 登一下嘛 然後那個公關就說 記者很熟 我有付記者薪水嗎 他說這個報社是我開的嗎 如果很熟 那你就去買廣告喔 這比較好 我就說對那個醫院的這個公關喔 或者是一些公關所扮演的角色喔 常常會覺得穿白桃的人 他從小就是 我說難披臉 小太陽 世界繞著他斷 九大行星繞著太陽斷 但是我跟醫生 不能直接說宇宙何其大 太陽何其多喔 你不然以為世界都是你一個 所以有很多時候就是說 那些被奉承 被伺候冠 被公關冠的這些醫生喔 他當院長 當記者會的時候 他其實對外面的一些 白色巨島那邊的環境 不是那麼清楚 不是那麼了解 所以當記者像我啊 就是去做一個新聞 然後就一排到醫院 然後我就講裝成路人甲 我想說我想觀察一下 我不打擾 我自認為我就是眾多家屬之一 我不打擾人家就醫 可是我被一個公關發現的時候 他就打擊槍 曾經嗎 你怎麼在那裡 於是我就很像 百萬燭光照在我身上 我就信信然離開了 然後呢 那個醫院的院長 他講公關做得好 唉 後來這個公關也換了 因為院長換了 所以我覺得說醫院 你要拿一個新聞發布的職後 他究竟是醫院的化妝師 還是醫院的績效管理師 還是一個醫院的一個政策傳達者 他要拿捏清楚 往往這三件事情 所佔的比重是不一樣的 就拿台大醫院來說 三部是有名門租進台大醫院 那我如果是院長 或者是我是記者 我必須說他做得不錯啦 因為你不論怎麼問 怎麼問他就說 未獲得病人授權 本院不洩漏病人隱私 他這個標準答案 但是他也並沒有告訴別人 更多的訊息 所以呢 我們並不會因為他 漏性能給某人族家了 你就心事怨念 也就認 這個是做得很好 但是如果就是說醫院 就認為說公關跟記者很熟 跟記者很麻吉 就可以讓我們的醫院獲利 那麼他是一個錯誤的期待 我再舉另外一個例子喔 有一家醫院他每一次開記者會 我們說又來了 為什麼又來了呢 他這個記者會所推的項目 一定是自費 那個自費呢 都20萬起跳 又來了 不要去不要去不要去 請他們自己去一下 的話還是跟廣告 他也許會推的是一個 自費的一個電腦刀好了 一次25萬 或者是某某手術做得多好多好 打回洗手衛就跳了什麼 一次也是20萬 所以我們就說又來了 所以其實好久的會知道就是說 有一些Mega 就如果這個記者會老是開 開的都是推銷藥 那都是自費的 不是自費的他幹嘛 要開記者會呢 所以對我們來說 一個從業的人 他評斷的指數就是說 他今天一直在講這個 治療手術那麼好 有醫院來講什麼 然後又沒有特別強調 或者是已經寫出他的費用手術 就知道他是打廣告 那藥廠也有同樣的有道理 但我會覺得說衛生裡面有空跟直把標準 因為呢 我們如果說羅氏藥廠 或者是Sanofi藥廠 就今天開了這個記者會 只要我們的新聞稿見報喔 出現了羅氏出現了Sanofi 我們就會收到衛生局的公文 然後你就要去衛生局說明 好像是第三顆嘛 就是你 你是醫療廣告嗎 請帶三樣文件 一 廣告為刊單 二 廣告價目了 三 廣告內容 然後我第一次刷子公文說 我我找朋友說我這是報道嗎 他說可是有人接受你們是醫療廣告 你要帶這三樣來 我就一直這樣 我不是醫療廣告 我每一次的三樣都說 你要帶這三樣來 公文如此教習 所以我寫了一個切解 呼唸我無知 我只可以去鑰匙做廣告 這很妙啊 醫院可以做什麼 藥什麼不能做 所以我覺得衛生脂肪等於的標準 也是有問題的 所以如果說你一個 哪個藥什麼看啊 如果醫院後面都在講 這個藥啊 是老娃賣瓜 好神奇 最後的希望 然後呢 這個延長壽命 這種自己也在新聞上 這麼戲劇的自己也 最好要當廣告詞的話 聽聽就算了 這是我們的良心建議 這位同學問的問題是說 我們為什麼還會有這個 地下廣告的電台 你有聽過一整天的記念嗎 對不對 你會覺得他很關心你 我會在外面有一次要去跑舞 然後呢 我朋友是那個 魚鮮時候在種田嘛 他平常都打魚 然後那個時候 他在做那個 澎湖的一些農作物 然後他整天都在聽 然後聽一聽我都覺得 我都覺得他被我真好 因為要知道 誰在聽這個喔 我們必須想說 我們的子女 可能都在外城市工作 在外城工作 老人家給你講話的 對象都沒有啊 對不對 有了會關心他這裡痛 都給疼 這裡不舒服 心情不爽嗎 沒有 我們醫療有多給他三分鐘 聽他抱怨一下嗎 說他兒死不孝 媳婦女歷死之類 有嗎 沒有 可是我覺得醫療就是說 不只是醫病 還要照顧一些病人的情緒喔 但是在我們這種 戀愛化的管理 有一個思維之下 我們其實沒有照顧 戀愛病人的情緒 病人的感情 所以這個 這個方面就是說 你不能說地下戀愛 他沒有貢獻 他有 他那些老婆 會預讀到搶自殺嗎 對不對 但他買的藥呢 最好就勸都買一買就好 像弱勢的那個 心理智商費用喔 就不要吃 維恩自己能做就是不要吃 這個我沒有 我對那個沒有那麼負面 就是說地下電台 也許他賣藥賣得不好 那所謂的指引可以聽的就是 他 否則他扮演一個家人的功能 朋友的功能 所以只能去他說 那個要不要吃 這我兩心介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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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的時間關係 對我們今天演講 就再開道題問 那 其實之前我們請 博醫師跟陳青鋒也是在 最後一分鐘的請 好 為今天的總結 我們先請博醫師 首先謝謝大家在這邊 花了兩個多麼透露 然後聽這些東西 然後希望就是說 各位大部分都是年輕朋友 雖然說目前我們的社會 可能處境不是那麼的好 大家但是還是很關心 我們這個島嶼這上面的人民 所以 發揮你們的能力 不管你們要不要進入政府 或是在民間做事 我覺得 多做一些事情 反正這個 action speaks loud and words 就是 像陌陌 你可以跟一個部落格 你可以多 就是跟朋友討論一些 關係的一些議題 讓這個文化慢慢可以改變 然後我們就不用每次都一直在批評 政府沒做好 媒體沒做好 他們也許真的沒有做好 但是呢 你可以設吧 讓這個社會變得好 這是我們一起後面的事情 謝謝 我們蠻開心的 因為今天不是來過谷水 下面有很多專業的人 聽我的一些想法 那我是希望說 因為我您的社群 聽我的傳播一下 記得不全是垃圾 這是我的感想 謝謝 謝謝 我也是跟陳青幫女士 一個熱烈的掌聲 謝謝 然後 再 請各位 下個禮拜可以再回到我們 哲學心情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新的活動 然後我們跟 都立媒體學院 也有每個月固定的合作 每個月的最後一週 就是由 都立媒體學院 來排很精彩 像今天這樣的講 真的 我們跟各位分享 在這個新聞背後的一些故事 那 謝謝兩位 我們今天 謝謝兩位 謝謝